第1061章听仙音羡慕共鸣 纵然要气炸了 刘龙却还是咽下了那口气 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 对 我懂 大家来这不都是想听一下仙音吗 既然你是新来的 那我就让你一让吧 刘龙说完这话 就去了稍微赐予他位置的地方 朝那人凶狠地瞪了瞪眼睛 那家伙直接屁滚尿流地滚了 于是 这处厅仙慧的位置得到了一次非常大的调整 因为秦浩轩的到来 所有人都自发地降了一级 参与了这一幕的大家全都惊呆了 不知道这到底演的哪一出 不对劲啊 这刘龙怎么可能这么老实 被欺负成这熊样了屁都不敢放一个 那人绝对有问题 所有人看着秦浩轩的眼神都不对了 我说 秦道兄 你刚才到底跟刘龙说什么了 于超华也好奇得紧 传音问秦浩轩 秦浩轩回道 也没说什么啊 就跟他说了下我是谁 不 于超华法出一声意味深长的声音 然后说道 那就怪不得了 与于超华强好位置 坐下之后 秦浩轩终于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当初我入魔 在万教仙仪中胡乱砍人 魔修道修甚至妖族 见谁杀谁 几乎成魔 成为了整个万教仙仪的功敌 所有人都想杀了我 那时候 你为什么会想着站在我这边 还帮我们太出交的弟子报信呢 于超华怂怂间 非常诚实地说道 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我们出狱 你放了我一命 我觉得你不是个坏人 第二 是因为你的强悍 你把整个万教仙仪 所有人都杀得跟狗一样 我觉得你这样的人肯定会有大运气 所以想结一个善缘 秦兄你看 我不是得到善缘了吗 于超华笑着说 虽然于超华的话说的有点过于现实了 但是秦浩轩觉得他也是个实在人 于是便笑了笑 没再说什么 两人坐在一起 于超华对秦浩轩道 一会就会有仙音出现了 但是平常那样听却是听不清楚的 你需要运功于耳去听 将自己的全副心神放在耳朵上 因为仙音非常缥缈模糊 不仔细根本捕捉不到 但是哪怕只能听见一丝 对自己的修为也是很有帮助的 其他的妖族根模修也来了 我们都小心点 就在这时 原本已经安静下来的会场中 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 秦浩轩略略朝入口处看了一眼 就看到一群人涌了进来 魔修跟妖修都有 其中为首一人 身体堪比小山一样高大 力气横生 满脸傲气 非常目中无人地走了进来 彭飞走入会场之后 一眼就看到了秦浩轩 更看到他坐在本应该是流龙的位置 脸上一下子就出现了惊讶 这家伙谁啊 怎么会坐在流龙的位置上 彭飞略一抬眼 就看到坐在不远处 略次于秦浩轩所在位置的流龙 彭飞心中惊讶更甚 流龙那可是一个愣头 脾气暴躁不说 随时都能动手 这怎么回事 难道在我来之前已经打过了 可是也不像啊 虽然新进来的这些家伙 都满心地惊讶 却也什么话都没说 找到自己的位置 安安静静地坐下了 就在秦浩轩以为可以开始听仙音的时候 入场处又是一阵极强的威压袭来 一个身体干瘦 气势却十分破人的魔修大步迈了进来 那人一袭黑色的披风 瘦血的脸上有一道长长的令人惊骇的伤痕 瞬间 在场的魔修全都站了起来 好像在朝那人表示恭敬 其他人的脸色则是变得非常不好看 整个听仙会上气氛一下子凝重到极点 一些修为低下的身体都有些发抖了 这谁啊 秦浩轩问于超华 怎么这么大阵势 刚刚不是有人说这里之前最厉害的是 那个叫鹏飞的吗 于超华用眼睛的余光很快地扫了那人一眼 然后有些紧张地朝秦浩宣传音道 他外号牵刀杀 这个人之前不是在这里听仙音的 是在另外一个比我们这更高级的地方 他之所以来了这里 是因为他之前所在的听音会又有其他的新人去了 那里装不下了 装不下是什么意思 秦浩轩有些诧异地问道 一个听仙会的会场 人数是有上限的 一旦超了这个上限 那么仙音就听不到了 估计这个牵刀杀是在那边混不下去了 所以来的这里 秦浩轩了然地点了点头 千刀杀的心情一看就非常差 全身都散发着离我远点的气场 但是啊秦兄 他虽然在那边混不下去 可是来了咱们这个听仙会 照样是非常牛的人之一 于超华有些紧张地提醒秦浩轩 秦浩轩笑了笑 我知道 秦浩轩来这里 只是为了听仙音 他也不想打架 千刀杀大部招会场中央那些好位置走了过去 老大 你看 那个修仙者的位置不错 有人紧跟着千刀杀 为他挑选好位置 千刀杀的眼光扫过秦浩轩他们 问身后那类似于军师的人 这里的位置哪个比较适合我做 千刀杀问得很巧妙 适合 而不是最好 那人纵观了全场队千刀杀道 就您前面那两个修仙者的位置还是非常不错的 他们中有一个叫做于超华 平日里都是坐在角落里 是这个听仙会上最差劲的一个了 今天却坐了这么好的位置 他身边的那人我不认识 是个新来的 估计有两把刷子 其他的呢 千刀杀问 其他的那些好位置 都被一些比较有背景的占了 您看那个要修 他的师兄就在高一级的听仙会中 听说很能打 而且护短 其他的也类似 如果咱们在这里朝他们动手了 我恐怕他们头顶上那些人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千刀杀一听也是 带着凶器的眼光又扫了一圈 终于落到了于超华身上 这个家伙是修为最差的 又没有什么背景 就算领了一个新人过来 又能厉害到哪里去 千刀杀高昂着下巴走到秦浩轩面前 非常不可气地说道 这个地方是我的了 秦浩轩皱了皱眉 心想又要打 千刀杀后面的军师苟杖人士 趾高气昂地对秦浩轩道 你这个地方挺不错啊 秦浩轩虽然面色依旧平静 却给千刀杀二人带来了一种压力 他淡淡地说 是挺不错的 那这里归我们老大了 那军师耿着脖子说道 刘龙就坐在一旁 眼中闪着幸灾乐祸的光芒 心中了呵呵地想 这个千刀杀在狂点 就要挨揍了 哈哈 秦浩轩是真的不想打 他想了想 还是站起了身子 哟 这人这么快就耸了 看来也不怎么样啊 周围人见秦浩轩起身 还以为他要让空位子 结果 秦浩轩的举动再次令众人掉了一臂下巴 他跟之前对刘龙一模一样 微微朝千刀杀清了清身子 轻轻说道 在下 太初叫秦浩轩 千刀杀的面色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变化 前一秒还很是高朗 下一秒已经跟吃了死老鼠一般了 千刀杀虽然没有见过秦浩轩杀人 但是参观他杀人之后的现场 那绝对恐怖至极 再者 秦浩轩兄名在外 数年前将整个万教仙遗中的魔修 盗修 妖修杀的跟狗一样 那该是多么可怕 这几年来 纵然秦浩轩的修为没长 那也是相当可怕的一个人物啊 千刀杀眼色暗沉沉地看了秦浩轩一眼 却完全看不出秦浩轩的深浅 只知道这个人相当可怕 想了想 千刀杀放弃了秦浩轩这个位置 转头去欺负刘龙了 刘龙 于是 这个听仙会上众位的位置再次发生了改变 一个魔修气愤地看了秦浩轩根于超华一眼 十分悲伤地离开了这里 去找比这里更低级一点的听仙会了 毕竟 人数是有上限的 就在这一风波过去了没多久 仙音就真的出现了 秦浩轩运攻于尔 却发现 那仙音飘飘渺渺 还是非常的模糊 即使用上了全部的心神 也难以捕捉一丝半点 秦浩轩没有想太多 当众将他身上的那一小块仙目取了出来 经过秦浩轩一年半的揣摩 他身上的这块仙目 虽然依旧是死目 没有半点生机 全身也黑乎乎的 但是思思道运却从其中流转而出 心灵空静之感顿生 更惊奇的是 这块仙目与那飘渺的仙音产生了共振 仙目轻缓地旋转 仿佛在伴随仙音起舞 众人虽然不知道秦浩轩手 他手中的这块破木头是什么 但都知道那绝对是一件宝物 因为仙目与仙音的共振 完全被他们看在了眼中 这也太神奇了 之前我见过有人将绝品的法宝取出 也没有与仙音产生共振啊 他手中的这块木头到底是什么东西 看着秦浩轩身前的仙目 所有人都眼红了 恨不得将这木头抢过来 那毕竟是能够与仙音产生联系的宝贝啊 其他人是敢想不敢做 毕竟他们都见过秦浩轩一句话便将两大高手逼退的画面 但是刘龙与千刀杀两个魔修的心思却活跃了起来 第1062张浩轩得到鸡犬升天 刘龙看眼睛咕噜噜转了转 然后高兴了 看来这秦浩轩几年来也没闲着啊 他身上肯定有更多的好东西 秦浩轩既然敢当众将宝贝给取出来 那就说明他有足够的实力来保护这些东西 根本就不怕我们啊 既然这样的话 过几天 他就应该去更加高级的地方听仙音了 那就能将我的位子给还回来了 这样想着 刘龙就更开心了 千刀杀却不一样 他全身都流露出凶狠的杀意 他满心就一个念头 杀人夺宝 秦浩轩将仙木取出来之后 果然能够清晰地听到那仙音了 鼻子 秦浩轩轩心中微微一动 将灵力全部灌于自己的双目与双耳 刹那间 鼻音更加清晰 他的眼前仿佛大雾初开 极目望去 山河俱在 长空万里 鼻音飘渺 从一处绝壁高峰之上传来 秦浩轩结合身前仙木看去 仙物音音飘渺 一个绝美的身姿坐在绝壁之巅 黑色的长发是那片雾茫茫的白色中 唯一的色彩 哀怨婉转 充满了思念意味的迪鹰被他吹出 秦浩轩心神俱颤 仙音 真的就是迪鹰吗 秦浩轩一双眼睛直直地盯着 那个出城的背影 脑中空灵一片 迪鹰突然停了 那个女子好像感觉到有人在看自己一样 轻轻地转过来身子 回头看了秦浩轩一眼 唯唯笑了 那幽远的目光 好似穿越万年与秦浩轩对视 又好像他救活在当下 在这万叫仙移中的某座山峰突然回头 那么真实 又那么虚无缥缈 茫茫的白雾渲染出一片虚幻 那女子的一笑 仿佛春日百花盛开 整个世界都灵动了起来 天地万物都因为她的微笑而欣喜不已 秦浩轩顿时愣住了 这里是万叫仙移 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是远古之前留下的 她完全分辨不出 那个山峰之巅的女子 是在远古之前 回眸一笑 恰好看到了自己 还是就是活生生的 感应到了自己所以回眸 是什么 秦浩轩疑惑顿声势 百思不得其解 争愣地看着白雾中那虚幻的身影 暂停的狄音再次响起 好像穿越了亘古的时间长河而来 又似真的被真人吹起 送入耳中 她是什么人 是远古的仙子吗 还是就在这个万叫仙移之中 秦浩轩甚至分不清 那个女子到底是远古之前的虚影 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刷 秦浩轩背后不受控制地 站开了自己的千丈仙术 那一瞬间 秦浩轩周身的笛子之音 骤然提升 即使不用灵力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好似那女子在他身边 为他吹奏一般 秦浩轩身后的仙术随仙音起舞 所有叶子随着仙音的节奏滑滑的舞动 渐渐竟然奏出了大道之音 与飘渺空灵的敌音两相呼和 一刹那 天地的灵气都疯狂地朝秦浩轩涌涌了过来 他的仙术之上 竟然展开了大道之花的虚影 所有人都惊呆了 他们能够感受到 秦浩轩仙术舞动的声音于九天之上的仙音碰撞之时 竟然擦出了几缕仙意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那股仙意 刷刷刷 一瞬间 整个听仙会上 所有的修士 身后全都不受控制地展开了自己的仙术 大道轮音缥缈而下 令在场所有的仙术都产生了共鸣 敌音聘聘鸟鸟而来 所有的仙术都与之共舞 在这一片大道轮音响彻的天地中 秦浩轩脑海中突然想起了江紫白随口横的那些小调 他懂了 漠然间 那一个个的音符回荡于秦浩轩的胸口 如同被困的长河 想要横贯而出 秦浩轩疼地站了起来 整个人仿佛没有重量的红毛 被一股清风带上了半空 他一袍微微浮动 黑色如墨的长发安静地披在身后 五官刚硬清朗的秦浩轩 此时此刻看起来却多了一份天地扩原我自由然的大贤者之气 一个个含在口中的音符 终于被秦浩轩轻声低吟了出来 那些曾经被他以为稀奇古怪的调子 在这一刻 却与万里之外的笛音 无比的契合 笛音渺渺 鲜叶速速 混着秦浩轩低吟的小调 将整片听仙会带入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听觉盛宴 突然之间 灵气流转 日头早已落下了地平面 夜色朦胧中 天地之间星光大盛 难天的星辰 好像也要合上这仙音的节拍 骤然间流转了起来 无影的星空中 无数星辰会成一片 星光灿燃 不洒下一地柔和的光辉 树呼会成一道 犹如长河般从空中落下 直指洒落到秦浩轩的身上 星光还在凝聚 越来越多的星光之河会拢而成 从空落下 落到了于超华身上 落到了秦浩轩周边之人的身上 星光不住地扩散 终于将所有争论的围观之人包围 至此 这片听仙会完全笼罩在了星辰之力中 天地大道透过星辰之力 透射到了每一个在场之人的身上 星光洗髓 所有人都处于极度的震惊之中 蒸蒸地接受着星辰之力的洗礼 完全忘记了其他 九天星辰 从来都高聚九霄之上 是与天界最接近的东西 近于天道 以星辰之力洗涤自身 能够净化仙种 对于任何一个修道之人 都是做梦都想要的东西 这是真真正正的天地异象啊 一般而言 引发天地异象这种事情 是修道者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就算是九做道工的强者 也很难做到 而秦浩轩 高丽于半空中 轻声吟唱 与九重天上先音共鸣的秦浩轩 却做到了这一点 做到了天人合一 如今的无仙时代 几乎可以说 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就连先王都做不到 虽然先王比之常人 更加容易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 却从未有过记载 书先王做到过 传说中 只有真正的飞升后 在先界的先 才能真的做到永恒的天人合一 在场之人都觉得自己 是不是做梦了 这样的大机缘中的大机缘 竟然被自己遇到了 他们看着引发这场 天地异象的秦浩轩 眼中生其感恩崇拜之意 谁都没有想到 在这样一个时候 自己竟然被人 带入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那是他们穷其一生 都不可能到达的高度 震惊只是一瞬 所有人都在请客间 进入了冥想 抓紧这人生中 不可能有第二次的时机 开始证自己的道 秦浩轩高丽空中 口中还在轻轻吟唱 那些古怪的曲调 他的先术无风而动 所有的树叶都发出了速速之声 与九天之外的敌音 秦浩轩口中的小调相互呼和 四十七个仙轮一以声光 仿佛在呼唤着什么 他们所在的这片天地 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无边的星辰与他们共舞 嫩绿的青草 从地下探出了脑袋 各种花朵镜香扑咽 蝴蝶翩然起舞 第四十八与第四十九个仙轮 就在一片生机盎然中烧露而成 散发出盈盈之光 宛如九天星辰 秦浩轩眉目低垂 面色柔和 身体与仙树都接受了 星辰之力的洗礼 变得愈发强大而内敛 他便体声光 千丈高的仙树竟然再次变粗 每一片叶子都沾染着星辰的光芒 清澈无瑕 如同一个个的小太阳搬旋在枝干上 秦浩轩束地睁开了眼睛 双眸中有道运流转 他口中小调未停 并指如刀 牵引星辰之力 开始接着刻画自己的本命阵法 脑海中轮回先王墓中的轮回阵法 清晰无比 每一个线条的走向都历历在目 轮回阵法的核心部分 在秦浩轩的手中一点点的现出 每出现一点 秦浩轩周身的灵气就越发疯狂 如同大河般灌入他的仙树之中 周天星辰涌动 在浩瀚的夜空中沉沉浮浮 无边的星光仿佛无尽的河流 从九天而下 落到众人身上 秦浩轩所带来的天地异象 其实只是持续了很短的一点时间 几个呼吸而已 很快就消散了 秦浩轩耳边的笛音减缓 最后渐渐消弥 他抬头望去 那个女子却仿佛知道他又看过来一般 轻轻回眸 留下了一个清淡悠远的笑容 束手一挥 他周身的白雾在瞬间聚拢 将他完全遮掩 再也看不到那女子的身影 秦浩轩回身之时 自己已经飘然落地 神清细爽 灵台式从未有过的空明成静 众人也依次回身 差点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 不知精细何系 夜依旧 距离他们进入天人合一的状态 不过几个呼吸而已 可是众人却觉得好似度过了千万年之久 他们没有亘古长存 却仿佛看到了时间长河从身边汹涌而过 一颗星辰 独立于空中 可以说是与天地长存亘古不灭的 他所见证的是时间长河的流淌 是无数修仙者的生生灭灭 是天道轮回 他们瞬间领会了前人所言朝闻道 细思可以的真谛 天地异象 天人合一 哪怕只是一瞬 都能够带给他们无与伦比的震撼 与无法诉说的道改 很多人泪流满地 伏地大哭 更有人放声狂笑 声音之高亢 响彻天地 他们在用这种方式 来表达自己心中无法言喻的激动 几声提冥响于高空 所有人看去 一只全身都沐浴在星光中的鲜鹤悠然飞来 飞至他们上空之时 旋转了一圈 再次高声啼叫 秦浩轩看着那只仙鹤 心中默然一动 对他笑了 好似回之以理 仙鹤最后长鸣一声 振翅远去 秦浩轩 一声惊呼 从秦浩轩身后响起 终于有人认出了他 一时激起千层浪 顿时思欲之声四起 他是 他 他是秦浩轩 怎么会是他 这怎么可能 仙刀杀心中暗暗后怕 幸好我没有动手 不然肯定会被砍死啊 有些人就算是进入了道宫境 成为现在这个时代最顶尖的强者 都可能无法引动天人合一 竟然被这家伙给弄到了 老天保佑 幸好幸好没有动手 以后见了他一定要离远点啊 这强的也太变态了吧 第1063张天人合一动天下 于超华则是满眼崇拜地看着秦浩轩 在心中不断地赞叹自己眼光真好 没有跟错人 然后 更多的人满脸复杂地看着秦浩轩 他们之中有不少人的同门师兄弟师姐妹都惨死于秦浩轩之手 甚至有人真的被秦浩轩追得跟狗一样到处逃窜 若不是太初叫弟子出来阻拦 真的会命丧秦浩轩之手 那种深切的 仿佛面临死神的恐怖 已经烙印在他们心中 现在 这个本来应该被他们仇恨一辈子 恨不得杀之而后快的仇人 却待他们领悟了一场西式难得的天人合一 这是莫大的恩德 是穷他们一生都还不上的大恩情 当仇恨与恩德混在了一起 所有人都沉默了 心头仿佛有高山压着 沉甸甸的快要不能呼吸 为什么就不能干脆一些 为什么偏偏是他呢 惨死的师兄弟姐妹 突然明目的大道之路 仇恨追杀还是崇敬报恩 整个会场陷入了一片死疾之中 所有人连呼吸都是轻的 秦浩轩微微侧头 看了一眼还处于纠结震惊中的众人 未发一眼迈不离开 于超华井跟在秦浩轩身侧 也一起离开了 刚刚在听仙惠发生的一切 以一种难以想象的速度 极快地在整个孤月山传开了 秦浩轩来了 真的来了 有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极度震惊 是真的 已经被确实了 这秦浩轩真是好胆色啊 不仅敢亲红仙子的来赴约 还敢去听仙惠 有人大叫 何止是嚣张啊 他在听仙惠上弄出了多大动静 你不知道 据说他引发的那场天人合一的异象 令这孤月山之下一片枯极多年的荒原 都重新生出了嫩草 焕发了生机 实在太震撼了 哎 本来以为秦浩轩这么多年没有露面 万教仙怡中又依次出现了这么多的天骄奇才 他已经赶不上时代了 谁知道他不露面没事 一出现他的消息就是这么各大消息 有人摇头感叹 对啊 天人合一 一出手就这么大手笔 真是厉害啊 那可是连道恭敬的强者都很难引发的异象啊 不仅如此 秦浩轩做得更绝 他可是让那场听仙会上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如此大的气魄 谁又能赶得上 也有人万分羡慕嫉妒那些能跟秦浩轩一起听仙会的人 酸溜溜地说道 早知道那里会发生这样的好事 我干嘛要去更高级的听仙会 哎 那可是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够遇上的好事啊 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情 万教仙怡中的那些天骄自然也按捺不住 纷纷遣自己的手下去探听消息 问那的秦浩轩到底是怎么做到天人合一这个意象的 总得有个契机吧 任谁也不相信 秦浩轩只凭自己的修为就能引发天人合一的意象 痴凶 一处灵气浓郁的山谷中 一个身材修长 细语轩昂的男子非常恭敬地立在另一个人身后 那人全身都笼罩着一层模糊的白光 丝丝光晕从他身上站出 整个人如同当空的太阳一般药木 无法直视 他只是站在那里 就能够给人以气象破天威势逼人之感 令人不自觉地想要臣服跪拜 这人 正是近年来 风头大盛的长生的弟子 外号长生天的窦千山 窦千山声音轻悦 仿佛遇见寒冰 悠扬而飘渺 查清楚了吗 他身边的弟子李庚道 已经查清楚了 据当夜在场之人所说 秦浩轩引发天人合一的意象之前 曾经拿出过一块木头 一块木头 窦千山略带 在疑惑地问道 李庚面色十分恭敬地说道 对 我没有查出那究竟是什么 但是打探出那块木头能够与仙鹰产生共鸣 窦千山好像轻轻笑了 秦浩轩不可能拿一块普通的木头 他之所以能够引得天人共振 与那块木头脱不了关系 师兄 那还等什么 我们直接把那臭小子的木头要过来不就行了 说话的是长生格一个颇受太上长老喜欢的弟子余猛 余猛因为自身为青涩仙种 天资过人 十分好逗 在教派中向来是目中无人的 同代弟子中 也就地窦千山福气一些 窦千山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道 你觉得他会给吗 管他给不给啊 余猛满身力气 双目放出凶光 不给我们就抢 他不过是个弱种 问他要那是给他面子 如果他不是好歹 那我们就打呗 把他打到福 看他给不给 窦千山摇了摇头 他目光深远 望向远空 心飘飘地说道 你看看秦浩轩的这一路 从小小太初教中的区区弱种 一路拼杀到现在 他的这一路 可是全部用血腥扑就的 不说别的 单论他出入万教仙怡的那几年 一个人 将整个万教仙怡脚的鸡犬不宁 人心惶惶 你觉得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弱种吗 余猛被窦千山说的一愣 想反驳 却发现窦千山说的是对的 自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说 即使是现在 秦浩轩也已经算是天骄之夷了 是枭雄一般的人物 我们既然只知道他强 却不知道他到底强到什么地步 那就不要贸然去招惹这样一个敌人 长生天一派豁然 他的眼光一直放得非常远 天人合一的异象 虽然的确很令人心动 甚至能够令修仙者疯狂 但如果我们真的与秦浩轩发生冲突 去抢夺那木头 会不会落得两败俱伤 被其几个捡了便宜呢 余猛凶堂剧烈的欺负 很明显他还是不服秦浩轩的 但是他师兄长生天都说到这地步了 他也不好发作 看出余猛的不服气 长生天继续道 几年前的秦浩轩 能把万教仙仪中的所有修士杀得满地跑 众人听到他的面子就色变 我问你 几年过去了 今天的你 能做到吗 余猛瞪着眼睛说道 我 我是不能 但是师兄你能啊 长生天倾笑了一声 道 是 我能做到 但是真的去做的那份气魄 又有几个人有呢 余猛终于不说话了 这几天的时间里 几乎能够在万教仙仪数得上名头的天骄 全都与自己的手下说了跟长生天差不多的话 这些天骄们也都很想要秦浩轩手中的木头 天人合一这样无比巨大的机缘谁不想要 但是 他们不是普通的修仙者 他们目光长远 考虑问题总是会从痊愈出发 他们不去对付秦浩轩 除了对对方实力的不确定之外 还有诸多这样那样的顾虑 于是 一时间 万教仙仪中还是一片平静 很多人猜测大战并没有发生 哈哈 兄弟我终于扬眉吐气了 于超华自从从听仙会回来之后 就一直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 对着秦浩轩就跟对着自己的再生父母一般 无比崇敬 多亏了秦兄弟啊 兄弟我才能在那帮人面前露脸 更得了天人合一这样的好处 真是太高兴了 日后兄弟我真的可能修为暴障啊 秦浩轩哭笑不得的看着这样的于超华 摇了摇头 秦某也得谢谢于道兄带我去听仙会 哪里哪里 小事一桩 跟兄弟我客气什么 于超华非常大度的摆手 兴奋了一会 于超华又开始担忧了起来 叹息着对秦浩轩道 秦兄啊 虽然我们这次打出风头 还得到了天人合一这样的好处 出了这么大的风头 肯定也被万教仙仪中的那些风云人物给盯上了 要不咱们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秦浩轩却毫不在意地笑了 说感悟天人合一也没什么 不需要为此躲避 于超华面上还是非常的紧张 捏着自己的手指说 真不走啊 秦浩轩点了点头 刚刚得了感悟 我们还是先参悟吧 唉 于超华丧气的坐下 十分肯定地对秦浩轩道 你看着吧 不出一炷香的时间就会有人打上门来了 秦浩轩只是笑 面上一派平静 毫无担忧之色 一炷香的时间很快过去了 一个时辰 三个时辰 他们从天明做到了天黑 也没人来 整个万教仙仪达到了一种奇妙的平衡 好像所有人都达成了一个默契的邪并 不去招惹秦浩轩 于超华从担忧 坐立难安 然后变得震惊不敢相信 竟然真的没人来 为什么啊 唉 我说秦兄 这到底是怎么 于超华实在想不明白 就开口问秦浩轩 就在这时 他们的门 被人敲响了 于超华当时就绷直了身子 请进 外面的弟子将来客请了进来 有礼了 我想见一下秦浩轩秦道友 有力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听得于超华心脏砰砰作响 进来吧 秦浩轩朗声道 那人进来了 本来就紧张到不行的于超华 一看到来人 差点喝得晕过去 来的是名头丝毫不雅于长生天斗千山的须迷派大弟子顾长和 顾长和身长八尺有鱼 虎背熊腰 生得方头大脸 粗眉大眼 一派英雄之气 第1064章踏破门槛众人捧 于超华紧张的传音给秦浩轩 这个人是无上大教须迷派的弟子顾长和 他曾经与长生天约战百招 百招不败 跟长生天修为不相上下 也是近来风头盛起的天骄之一 顾长和进来之后 与秦浩轩行了个见面礼 然后就在秦浩轩面前的团仆上坐下了 整个房间顿时陷入了寂静无声的状态 秦浩轩朝顾长和点了点头之后 闭上了眼睛 继续感悟自己在天人合一中得到的东西 而顾长和就这样看着 如同石雕一般 一动不动 于超华非常紧张地看着对坐的两人 心跳如同肋骨 怕得不行 甚至忍不住瞎想 两个人是不是已经打起来了 神是大战妈 秦道兄 听先会不止一处 不知道过了多久 顾长和突然出声 喝得一直处于紧绷状态的于超华打了个机灵 顾长和道 而且您昨天去的听先会并不是最好的 声音过于缥缈难以令人听清 时需的时间也不长 顾某不才 但是顾某现在所在的听先会 能够听得多一些 在整个万教先遗中也算得上好的了 不知道秦道兄 明天有没有兴趣去我们那里一听呢 于超华直接都惊呆了 在心中狂吐槽 平日里多少人消尖了脑袋都进不去那些好的听先会 结果 现在有这么一个厉害的人物 亲自来邀请秦浩轩去 这是多大的面子啊 见秦浩轩没有反应 顾长和再次开口的时候 语气都有些着急了 秦道兄 我们那处听先会 是真的很好 那我说顾道友 你这样做不好吧 秦道兄没答应就别逼人家了 顾长和还没说完 门外就传来了充满信念的声音 我倒是觉得我们那处听先会也很不错 不如请秦道兄去我们那如何 一个长相非常俊美的男子走了进来 他一身添青色的衣袍 见眉心目 俊朗非凡 顾长和的脸色刷得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语气不好地说道 季冲 季冲进来后 非常有理地拱了拱手 秦道兄 在下是特地来邀请你去我们那的听先会的 既道友 凡事都得讲究个先来后道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 顾长和沉申问道 季冲挑眉一笑 这可不一定 毕竟我们那里很明显更好一些 不见得吧 我们两处听先会都差不多 没什么区别 顾长和抬眼看季冲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顾兄 季冲笑得如同狐狸 眼中闪出狡辖 我们那处灵气阴阴 霞光笼罩 明显会更好一些 顾长和站了起来 与季冲双眼对视 一字一句地说道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打一场吧 如果你那处听先会真的比我的好 那你跟我动手就能打赢我 如果你打不赢我 顾长和话没有说完的 但是意思却很明显了 常念顿时紧张了起来 于超华心中已经开始骂娘了 平日里多少人送礼 跪舔 各种卑躬屈膝 便是想要去听一听先音 却难求道一次 现在倒好 无数人跑来求秦浩轩去听一下 这 差距也太他妈大了吧 多少天骄知道这事情 得活活气死 既冲笑了笑 对依旧比着眼不为所动的秦浩轩道 打斗解决不了问题 而且 行道友 我们更有诚意 一直在门口全神贯注听着的小刺猬 眼睛一下子亮了 更有诚意 这真是太好了 秦浩轩刷地睁开了眼睛 面色平静 但是眉梢眼角都透露着冷淡 他不带任何感情的开口 我需要两天的时间来消化我所经历过的天人合一 顾长河 季冲 于超华跟小刺猬憋笑憋得很辛苦 秦浩轩这话什么意思 有耳朵的人都听得清楚 明晃晃的逐客令啊 秦浩轩就差直接说老子正在感悟呢 你们特麻地在这吵什么吵 说实话 秦浩轩能这么说 真的已经很给他们面子了 顾长河与季冲不愧是天之骄子 脸皮也经得住考验 只是微微变色 然后就又换上了一副千功的笑意 朝秦浩轩拱了拱手 那我们两日后再来叨扰 说完之后 二人就很视向地离开了 奶奶个腿的 这他妈都行啊 于超华保持着内心的极度震惊 在心中疯狂地吐槽 这两人可是万教仙仪中树的上名头的强者了 被看作小仙王非常有力的竞争者啊 今天他们两个的脾气竟然好成了这样 秦浩轩果然牛啊 顾长河与季冲两人走了 小刺猬小咪咪的也跟了出去 于超华一眼就看见了 心中咯噔一声 暗暗想到 虽然顾长河与季冲两个人 在秦浩轩面前表现得很千功 但是并不代表两人就是软柿子啊 万剑大仙他跟出去做什么 可不要得罪人啊 想了想 于超华还是不放心 看了眼继续闭目打坐的秦浩轩 他也起身 跟了出去 喂 你们两个 小刺猬懒洋洋地喊道 顾长河与季冲已经走到了大门口 听到叫喊声 纷纷停住脚步 转头看向小刺猬 以他们两个修为 其实都能够看出眼前这个人 实力不如秦浩轩 若是放在以前 小刺猬这样修为的家伙 敢这么无理地喊他们 早就被一巴掌拍死了 但是他们现在把秦浩轩 当活着的机缘供奉 又都知道眼前这装腔做事的 万剑大仙跟秦浩轩关系清静 于是全都带着一脸和许的笑意 等着小刺猬开口 小刺猬被着手 满脸神奇地走近二人 当他们走近了 季冲率先开口 还是很有礼貌的 不知道这位道兄有什么事情吗 小刺猬轻轻挑起一边的眉毛 看着二人说道 你们知道秦浩轩是我的小弟吗 顾长河与季冲差点就笑出声 心中默默吐槽 在我们面前吹什么吹 我们又不是不知道你的修为 虽然知道眼前这万剑大仙修为不怎么样 但是他到处宣扬秦浩轩是他小弟 秦浩轩也没声过气 好像默许了一样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 万剑大仙与秦浩轩的关系非同一般 季冲不愧是狐狸级别的人物 李顾长河更快地反应过来 微微点了点头 说道 略有耳闻 不知道万剑道兄含我们有什么事 小刺猬非常高兴季冲地上道 咳嗽了两声 说道 你刚刚在里面说你非常有诚意 是吗 还没等季冲说话 顾长河就结了话头 万剑道兄 其实我们也非常有诚意 顾长河在非常两个字上 加重了语气 小刺猬眼睛都亮了 他挺起腰板 非常自然地伸出一只手到两人中间 搓了搓手指说道 那诚意是用嘴说的吗 啊 李妹 这也太不要脸了 公然所会啊 顾长河语气冲向来都是矜持的人 遇见如此简单直白 跟他们所要好处的小刺猬 直接都惊呆了 刚刚出来就看见小刺猬 伸手朝人家要东西的于超华 你妹这他妈都行啊 于超华风中凌乱 这完全颠覆了他对听仙会的理解 一般而言 都是大家消尖了脑袋 送零食 送资源的网高级的听仙会级 现在倒好 人家来请你 你还朝人家伸手要东西 真是够专啊 震惊之后 顾长河语气冲对视了一眼 都没看出对方的筹码 于是一时间也不敢报价 二人心中所想是一样的 小刺猬现在根本就是坐地起价 如果他们两人真的在这里竞价 还指不定造成什么后果呢 顾长河以季冲心中清楚 想要让秦昊宣去自己那里的听仙会 必须一次性地报到小刺猬他们满意才行 季冲略做思考 然后拱手对小刺猬到 万贱到凶 容我回去想一下 这毕竟不是小事 我们那边一定给出最有诚意的回答 顾长河也抱全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小刺猬挑了挑眉 十分懒洋洋地说道 那好吧 但是你们早点啊 晚了的话 你们就不用来了 我小弟可能就去别的地方了 呵呵 顾长河宇季冲两人面色都有点不好看 尴尬地朝小刺猬笑了笑 就告辞了 于超华见两人走远了 站到小刺猬身边 有些担忧地问道 这样行吗 小刺猬十分自信地拍了拍胸膛 放心吧 我们要发大财了 顾长河宇季冲走了没多久 又有一个身材恩魔 容貌娇艳的女修来了 名幻穆青 穆青的实力虽然比不上顾长河宇季冲 但是比于超华好上一些 在比秦浩宣去过听仙会更高级一些的会场 他一来 没有直接输去找秦浩宣 而是非常热情找到了于超华 哎呀 于道兄 我们真是好久不见了啊 沐青拼拼拼拼地走来 挂在腰间的环佩发出清脆悦耳的叮当声 小妹前些日子在一处一击中发现了一套功法 当时就觉得特别适合于道兄你 所以今天就特意给你拿来了 第1065章和为人生词时刻 于超华看着沐青一双鲜鲜速手递上来的功法秘籍 心中惊诧万分 我去 这什么意思 我跟他也没那么熟吧 于道兄 你拿着吧 就当是小妹的一些心意了 沐青笑得十分娇艳 比盛开的花朵都要美丽 一双眼睛似乎盛满了秋水 隐隐可人 于超华推了推他递过来的秘籍 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先收起来 我也算活了一段日子了 所谓无功不受禄 你这突然给我这么重要的东西 总让我感觉怪怪的 很不对劲啊 沐青扑痴笑了 内眼横飞过来 哎哟 于道兄你就接着吧 这能有什么啊 鉴于超华还是一副剧不接受的样子 沐青手指缠绕着自己散落身前的秀法 壮四不经意地问道 那的 听说你跟秦浩宣秦道兄挺熟的 下次如果能有去听先会的机会 带上小妹一块儿呗 于超华微微瞪大了眼睛 你不是有听的地方吗 沐青轻叹了一口气 好像撒娇似的说 可是人家听先会的地方没有你们那里好呀 咱们当年关系也不错啊 于道兄总不会这点忙都不帮吧 于超华大姐当年咱们也就见了几面吧 我跟你真的不熟啊 于超华不得不感叹 在利益面前不管是男人女人 脸皮都能比城墙厚啊 于道兄于道兄于超华这还没跟沐青扯出个一二三 又有人凑了过来 那人生的国字脸粗眉原演艺脸正习的样子 见到于超华就跟见到亲人一样的扑了上来 二话没说就将一袋子临时塞到了于超华怀中 于超华都快疯了 等等等等 于超华大叫 手忙脚乱的将怀中的乾坤带还了回去 单手止住那人的动作 连声叫道 吴强 你先等等 你先等等 吴强果然听话的停下了 于超华整了整一副 然后很认真的问吴强 你送礼给我 也是因为要我下次带你去听仙会吗 吴强老实地摇了摇头 不是啊 咦 于超华惊讶了 这吴强有点意思啊 那你是要干嘛啊 吴强笑了笑 压低了声音说道 你不是跟秦浩轩关系好吗 能不能说服秦浩轩 下次到我们那里的听仙会去 于超华 凑过来偷听的沐青 人性啊 果然不能对人性有太多的期待啊 当然了 吴强看了看于超华的脸色 小心翼翼地说道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那这袋子东西就当白送了 咱们交个朋友也是好的 于超华还没说什么呢 就看到小刺猬从吴强的身后走了过来 小刺猬拍了拍吴强的肩膀 非常有气势地说道 兄弟 这样吧 麻烦你一下 你去跟所有来这里的人说 到明天中午之前 都来我这里报名 然后明天下午 我们将拍卖秦浩轩下次要去的听仙会 架高者的 于超华一听就要疯了 赶紧把小刺猬拉到一旁 压低了声音问 这样做行不行啊 不用知会请凶一下吗 他如果不同意怎么办 小刺猬再次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十分得意地说道 放心吧 我跟秦浩轩谁跟谁啊 我的事就是他的事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这是我做主了 就这么决定 我把他下次去拿的机会卖了 于超华 吴强跟沐青还真去登记了 于超华真是服了 第二天中午 报名截止的时间到了 小刺猬溜达着到了报名处 问于超华 有多少人报名 于超华回答道 共有六处听先会的人过来报名了 小刺猬看了看于超华的面色 问道 不少了啊 你干嘛一脸凝重的样子啊 因为最顶级的那些听先会 没人来报名 于超华嘖嘖两声 道 像长生天他们这些旷世奇才都没来的 小刺猬当时就不爽了 他妹的 为什么啊 他们怎么不来呢 瞧不起我老秦是不是 于超华笑了 他们毕竟是骄子中的骄子 有自己的骄傲跟自尊 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 想来他们也有底线吧 比如说看秦兄能够引发天人合一的意象 没准 他们也想自己去试试呢 于超华其实猜对了 长生天 玉淫仙子他们的确有自己的骄傲 虽然掩热秦浩轩的天人合一的意象 但是却不会自降身份去邀请秦浩轩 因为在他们看来 那就说明他们承认了自己不如秦浩轩 明面上承认自己不如其他人 这是那些天交最无法忍受的 既然秦浩轩能够引发天人合一的意象 也许就说明这万教仙仪的天地规则可能真的变了 既然秦浩轩能行 他们为什么不行呢 于是长生天他们 也在准备着下一次听仙慧的时候 试一试能不能引发意象 他们也要证明自己不比秦浩轩插 小刺猬撇了撇嘴 算了 少他们一个不少 就这样吧 太初叫弟子在孤月山的驻扎地 一个人脚踩酸泥浮寿 风驰电车而来 他长发随风飞舞 一袍烈烈作响 俊美的面容上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全身都散发着春风得意的气息 在这人生后 还跟着二十来个小弟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从远空飞来 进入了太初叫弟子的领地内 因为秦浩轩的原因 现在太初叫弟子在孤月山附近的驻扎地非常大 灵气充裕 树木葱龙 那一行人刚刚落地 就有很多人围了上来 一个个都十分的热情 快看 是太初叫的慕容长老啊 惊叫声响起 仿佛巨石落水 掀起了千层浪 所有人都激动了 纷纷凑上前去跟慕容超说话 慕容长老好久不见啊 几年未见 慕容长老修为大增啊 莫不是遇到什么奇遇了 肯定是遇到大奇遇了 以慕容长老这样的气魄 这样的资质 上天肯定眷顾啊 一箩筐的好话灯石砸了下来 本来就春风满面的慕容超更加的易了 脑子都有些昏昏然 与秦浩轩一别两年 他自己探索万较仙怡 果然是得到了很多好处 不仅修为一下子跃上了仙轮进四十一轮 一路收获了无数资源 更是收了二十多个小弟 那些散修被他收编之后 直接把他当超级强者来崇拜啊 哈哈 果然啊 离开了秦浩轩那的眉心 老子的运气就一路高涨啊 看来老子与秦浩轩就是相冲 跟他在一起从来都没有好处 若不是听说身藏重宝的青红莲 要在这里见他 想着能不能捡点好处 我才不会来呢 看见他就全身难受 不过 这一开始感觉还不错啊 哈哈 慕容超看着一下子围上来 对自己格外殷勤的那些其他门派的人 眉飞色舞的想 看看看看 大家都还是很有眼光的啊 看出我的不平凡了吧 再怎么说我也是灰种 比秦浩轩那的无色弱种强了不是一两点 慕容长老一看就是人中龙凤啊 这是必须的 慕容长老现在修为真是深不可测啊 想来绝对是未来小仙路的强有力竞争者 慕容长老好啊 慕容超非常矜持地笑着跟众人打招呼 心中简直乐开了花 多少年没有遇到这种热情的待遇了 终于又有了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的感觉了 慕容超几乎要热泪盈眶的大喊 这才是人生啊 我现在可是先轮进41轮的修为 丝毫不比那情好宣插 我倒要看看他还能怎么压我 慕容超被众人一路歌功颂扬地迎进了房间 即将进入房门的时候 他微微侧头 对跟在自己身后的小弟朱刚说道 让弟兄们都长点眼 招待一下这些客人 把他们请进去喝点灵茶 慕容超身后的一众小弟也被绝面上有光 虽然早就知道老大厉害 但是却没有想到 竟然风光到这地步 这时被夹到欢迎进门啊 朱刚脸上洋溢着与有容烟的笑意 对一直跟在慕容超身边的那些其他教派的人说道 请进请进 被邀请进去与慕容超谈天的人 立刻就激动了 脸上笑意更大 多谢慕容长老 多谢慕容长老 慕容超一马当先地进了屋子 坐下 他身后的小弟果然都非常懂礼貌 将其他门派的那些人一一迎进了房子 然后给每个人上了一杯热腾腾的灵茶 慕容超非常享受地抿了一口灵茶 然后朝众人点点头 既然能够遇见 这也是缘分啊 跟随慕容超进来的那群人立刻接住话头 对啊对啊 这是天大的缘分啊 万教仙仪这么大 咱们能够遇到 说明咱们有缘啊 慕容超跟他身后的小弟 看大家这反应 全都得意洋洋的 慕容超很场面化的问众人 不知道诸位最近过得怎么样 一个清云派的弟子立刻拱手道 托慕容长老的福 我们过得还挺不错的 慕容超见他们对自己这样恭敬 心中终于舒坦了很多 第1066章众人献苦楚自知 一个穿着黄色道袍的玄黄派弟子王则看了看慕容超的脸色 感觉时机已经到了 于是朝慕容超一个拱手道 是这样的慕容长老 我们是想慕容长老帮兄弟们一个忙 慕容超眉毛一挑 非常豪气地说道 什么忙 暂且说来听听 在下只要能帮 一定清理而为 王则脸上一喜 强行压抑着内心的激动说道 是这样的 是有关贵教的秦浩宣秦长老 听到秦浩宣三个字 慕容超想要端茶的手一顿 面色一下子沉了下来 几乎不用多余的话 他心中的负面情绪一下子涌了上来 什么意思 慕容超目光灵力地看向王则 王则却只是沉浸在自己 终于能够找人跟秦浩宣搭上话的激动中 完全没有注意到慕容超 突然之间变得很难看的脸色 他说道 是这样的 我们想要结识一下贵教的秦浩宣秦长老 但是苦于没有门路 今天见到慕容长老 真是太高兴了 刷 慕容超一下子攥紧了拳头 眼睛死死地盯着还沉浸在惊喜中的王则 慕容超的心都在滴血 胸口好像有头猛兽在狂吼 你们 你们如此欢迎我 竟然是因为想通过我去结识秦浩宣 一开始心情有多么激昂 多么振奋 现在慕容超就有多么恨 秦浩宣 又是秦浩宣 慕容超只有死死咬着牙 才能不失态地朝这群人喊出滚 但是慕容道兄不一样啊 王则双眼亮晶晶地看着慕容超 慕容道兄是与秦长老同为太初教弟子 又是同其入的教派 秦分自然不比旁人 是啊是啊慕容兄今天回来 肯定是秦长老通知了慕容兄 他在听仙会上引发天人合一意象的事情 对 有人眼神非常热切地看着慕容超 慕容道兄一定能够跟着秦长老去下一次的听仙会 去蹭点天人合一的意象 去他妈的秦浩宣 慕容超觉得自己要疯了 虽然听到秦浩宣引发天人合一的意象 他也非常震惊 可是什么叫做蹭点 慕容超双眼几欲瞪裂 大喘气地看着还在一个个说着话的那群修仙者 我慕容超是灰种 与秦浩宣那的无色弱种高贵多了 什么叫做蹭点 我还需要去蹭他的 秦浩宣 为什么你总是不能放过我 为什么你总要是是压我一头 由一开始极度自得骄傲 变成了现在的满心愤懑恨意 慕容超一双眼睛都因为这股恨意而变得通红 秦浩宣 我慕容超 绝对跟你势不两立 虽然慕容超心中的愤恨 几乎已经到了爆发的地步 但是知道现在翻脸一定会被秦浩宣收拾的慕容超 还是竭力保持着面上的平静 可是慕容超身边收的那些小弟却全都被众人所说的消息惊讶了 天人合一的意象 朱刚双眼放光地跟身边的周文议论 慕容老大竟然还认识这样的牛人啊 慕容超身后的小弟面上带着狂喜 不住地对慕容超道 不愧是慕容老大啊 跟着你是我们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慕容超 朱刚面上喜色更甚 他自诩是慕容超手下第一人 洋洋得意地说道 慕容老大能够跟着太出交的秦浩宣秦长老去蹭天人合一 那我们也可以跟着慕容老大去蹭啊 想想都觉得好像在做梦啊 慕容超恨得要吐血 眼神狠狠地挖了一眼 又不知道惹他大怒的朱刚一眼 心中愤恨地想 什么叫好像在做梦 老子告诉你们这群蠢货 你们就是在做梦 就算老子去蹭 啊呸 就算老子真的赏秦浩宣面子 参与了他的天人合一 也绝不会带你们去的 快要被气炸了的慕容超 也只能这样想想来平息一下自己的怒火 不想再听那群人吹捧秦浩宣 慕容超腾地站了起来 皮笑若不笑地朝众人拱了拱手 诸位的情况我也知道了 正好我也要去见一见秦师弟 诸位的想法我也会告知秦师弟的 慕容长老好人啊 在场其他门派的弟子全都起身 万分感激地对慕容超拱手道谢 能不能与秦浩宣秦长老说上话 就都倚仗慕容长老了 哎 慕容长老真是命好啊 能够与秦浩宣这样的人物同为师兄弟 慕容超真是连一瞬都不愿跟这帮人待下去 如同一阵风搬大步踏了出去 慕容超刚刚来到秦浩宣的院落前 正巧碰到了刚刚出关的秦浩宣 秦浩宣推门而出 正午的烈日都不如他要演 他黑发长袍 明明是最普通的装束 此刻却如同王者一般 散发着如山的威压 一双深邃的眼睛更加清澈 刀削辐克般的五官好似 都拢上了一层流动的光滑 整个人与天地万物都更加契合 秦浩宣周身细运流转 道光明灭 举手投足之间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超然气魄 慕容超友谊瞬间的晃神 在秦浩宣出现的瞬间 他感觉到了不真实 眼前一片金光 仿佛推门而出的不是秦浩宣 而是黄龙真人 秦浩宣竟然有了掌教身上的那股气韵 好像与天地都融合在了一起 日月升落 星辰明灭 万物生长 仿佛都与秦浩宣有了牵连 慕容超紧紧攥着拳头 心中那种眼前的秦浩宣非常强大的感觉 令他非常的难受 凭什么 秦浩宣他凭什么 慕容超想不明白 他心中那头极度愤恨的凶兽 早已壮大 此刻就在咆哮不已 明明我是灰种 是比秦浩宣更加优秀的存在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要他事事都压我一头 慕容长老来了 秦浩宣看了看有些出神的慕容超 淡淡地唤了他一生 慕容超灯时回神 猛然抬头 一下子就望入了秦浩宣的眼中 秦浩宣那双仿佛能够看透一切的眼睛 令他心中一颤 然后苍茫错开了眼神 无自然地笑道 秦师弟 既然来了 就进来坐吧 秦浩宣朝他点了点头 然后率先进了屋 慕容超钻了钻拳头 平息了一下翻腾的内心 跟着走了进去 哇 这个秦浩宣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啊 慕容超身后的小弟在窃窃私语 慕容老大竟然能够认识这样气魄的人物 也很了不起啊 慕容超将身后那群人的话听得是清清楚楚 他额头轻筋抱起 却又不能在这样的场合失态 狠狠咬了咬牙 努力保持着自己的面不改色 双方都坐下之后 小刺猬根于超华以及慕清等人也走了进来 瞥了眼眼中亮闪闪的小刺猬 秦浩宣又看向了慕容超 问道慕容你身后的那些人士 听到秦浩宣的问话 慕容超面色终于好看了一些 想了想自己如今的修为与收的小弟 心中那股骇人的阴暗面终于退开了许多 他笑着说道 他们都是我这一年多来遇到的一些志同道合的道友 秦浩宣看了看跟在慕容超身后的朱刚等人 秦师弟你也知道 咱们太初教建立了别院 我这别院院主总得为别院做点事情 说道自己别院院主的身份 慕容超眉目间带了一丝得意 他面带笑容地继续说道 虽然长教也为别院提供了一些人 但是毕竟还是少啊 而且遣去别院的那些弟子修为也不是很强 正好我在万教仙怡遇到了这些志同道合的兄弟 他们也愿意到我们别院做客亲 于兄觉得还不错 我们就一起了 还是慕容你想得周到 这方面我倒是忽略了 秦浩宣略带感叹地说道 慕容你不愧是王朝大家族出来的人 慕容超脸色一僵 心中顿时又怒了 秦浩宣这是什么意思 说我是降龙国皇朝的走狗 还是在讥讽我曾经为礼敬做事 慕容超抬头看了秦浩宣一眼 秦浩宣神色淡淡 眼中还带着赞叹 可是慕容超心中就是不舒服极了 他越想越觉得秦浩宣话中有话 脑中阴暗的思想一下子就全都跑了出来 秦浩宣这是在提醒我 我以前的主子李静都被他斩了是吗 他是不是在警告我老实点 慕容超不想让脑子中想那么多 也想当什么都没听见 可是他就是控制不住 这种感觉秦浩宣处处针对他的心态 已经盘踞在他心中多年 早已成了心魔一样的存在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求要子种不得 不不 时间还要往前 不知道在多早的时候 他对秦浩宣就已经愤恨嫉妒 恨不得杀之而后快了 慕容超微微闭了闭眼睛 扫开心中那些纷飞的思绪 在此睁开眼睛的时候 面上笑意更深 秦长老说什么呢 太初叫很多事物 还不是需要靠秦长老来帮持 秦浩宣摇了摇头 他看着慕容超 带着观星帝问道 一年半多的时间不见了 不知道慕容长老过得怎么样 现在修为如何了 第1067章执着是苦一念成谋 慕容超听到秦浩宣询问自己的修为 梅宇坚不自觉地带出了几分自傲 伟兄这一年来运气倒还是可以 虽然比不得秦师弟 却也有过几番奇遇 在修为上多少算是增加了些许 前几日勉强踏入了41轮 秦浩宣心下了然 怪不得这慕容超的梅宇坚带出几分自傲 短短时间修为提升到41轮 怕不是得了点小奇遇 而是颇有不俗的奇遇 怕为了这奇遇该是拼了数次性命吧 慕容超深厚的跟随者 面上也个个带着几分骄傲 慕容超挥种之姿有着近乎天骄一般的水准 走到哪里都会被人高看一眼了 不错不错 秦浩宣开心地点了点头 想来这奇遇先缘之中也有不少危险 如此修为端是难的啊 慕容超对秦浩宣的反应很是满意 笑着喝了一口灵茶 修仙之路 最重要的还是根基 不能一味地图快 秦浩宣很是认真的讲述着自己的修炼感悟 当然了 以慕容长老的资质 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 相信不出几年 慕容长老你就能够到49轮境界了 到时候 你并能冲击到过了 慕容超的面色还保持着微笑 只是之前的好心情正在快速消失 这秦浩宣堂主当就了 习惯指导他人 可我并非是你下属后辈 秦浩宣确实真的为他高兴 面上的笑意也非常真诚 看来我们太初教度过了5000年教节之后 真的是气韵旺盛啊 咱们这一批的弟子 修为都很令人欣喜 慕清一直听着秦浩宣与慕容超讲话 听到秦浩宣的点评 他束手轻轻捂唇 对身边的弟子说道 这个慕容长老看起来还不错啊 竟然能够得到秦道兄如此高的评价 他身边那个其他门派的弟子也惊讶 对啊 竟然能够得到秦浩宣的称赞 真是了不起 慕容超端着灵茶玉杯的手慢慢缩紧 慕清与其他人的对话一字不落地落入了他的耳中 令他恨不得先桌子揍人 他知道 这并非是秦浩宣故意安排人羞辱他 可 这话听起来真的很刺耳 我慕容超早已经不再是 那得要跪在李靖面前的奴才 更不是那得毫无根脚的慕容超 我如今是别院院主 这些年来你秦浩宣不在太初之时 皆是我慕容超外出个教 养我太初威名 不知道秦长老这一年多的时间来 修为可还有增长 慕容超轻轻地放下手中的玉杯 玉杯在接触到桌子的瞬间 发出一声清脆的碰撞声 秦浩宣笑了 都是运气 我先伦静已经修满了 慕容超维持得很好的一副友善的面色 终于裂开了一道口子 我打算再从头梳理一遍 从仙苗境开始 回顾一下我修仙以来的这些道 找个时间 开始冲击到果境 看看能不能成功 若是有心得 并会记录下来 拿去给你瞧瞧 看是否有借鉴的用处 秦浩宣刚刚说完 他身边的太初教弟子跟木卿等人全都惊呆了 秦长老 你真是太厉害了 都已经修完仙伦静了啊 秦长老放心吧 以你的道心 冲击到果境完全没有问题啊 您现在都能够打出不比到果境弱的道法了 等您进入了到果境 岂不是能够力压同辈无敌 木卿艳羡的看着秦浩宣道 不愧是秦浩宣啊 进入万教仙仪的短短时间 竟然能够冲击到果境了 这等境遇 不是我等能够遇到的 小刺猬简直乐疯了 于超华也是满脸喜色的说 秦道兄厉害 你与慕容长老同时入门 却以弱种之滋死死压制了灰种 道心之坚固真是令我震惊啊 对啊 秦道兄很好的说明一点 修道这件事 不能只靠仙种资质的 后天的境遇道心的坚固更加重要 慕容超 慕容超只觉得呼吸都非常困难 那些人的话 如同刀子一样割裂他的身体 剧烈的痛意幻化成滔天的怒火 快要将他烧疯了 秦浩轩 秦浩轩 你为什么老是要跟我作对 慕容超双眼发红 面色闪过骇人的猙獰 他耳中充斥着那些人 对秦浩轩毫不吝啬的赞美 那些话令他心脏都被紧紧揪住 满心的暴力无处发泄 秦浩轩止住众人的话头 淡淡地说道 修仙一道 慢慢悠远 我们不忘初心就好 对对 秦道兄说得对啊 不忘初心 说得好 说得好 就连慕容超身后的跟随者们都在赞叹 这个秦浩轩秦长老果然够厉害啊 我看得出他身上有道运流转 他冲击道果境肯定很简单啊 慕容超咬了咬牙 不愿再听这群人在这里夸赞秦浩轩 抬头问道 听说秦师弟你引发天人合一了 那也还是运气 秦浩轩对慕容超道 既然慕容长老来了 那么下一次的听先会我们一起去吧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再次引发天人合一 在一起一块听一听也是好的 慕容超捶了捶眼眸 然后一脸真诚地看着秦浩轩 秦师弟 我并不是想要打听什么 但是 真的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秦浩轩叹气笑着说 这还要多多感谢江紫白江前辈 慕容超眼中显出疑惑 为什么要感谢江紫白啊 是这样的 我们一行人前些日子去了江前辈那里 得到了前辈的不少教诲 每日里只是看着他行动听着他说话 我都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那时间虽然短 但是我们的确也都学到了很多 秦浩轩道 慕容超深吸一口气 告诉自己不要生气 但是心中的愤怒 却如同发狂的猛兽 他根本抑制不住 只能认他们发狂 当年我拉下脸皮去求那的变态怪物 他都没有让我跟着去学习 甚至还当着太初叫弟子的面 用言语侮辱我 秦浩轩你凭什么能够得 那个道恭敬怪物的亲眼 甚至能在他面前待一段时间 不过跟着江紫白前辈的时间真的太短了 如果不是青红召唤于我 我也不会这么早就离开 如果能够与江紫白前辈多待一段时间 恐怕学到的会更多 慕容超觉得自己喉咙发紧 快要骂出来了 我才是灰种 我资质比你强那么多 为什么所有好事都被你一个人占了 曲宇师妹喜欢你 长教喜欢你 老祖喜欢你 现在突然冒出来的一个老怪物都他妈喜欢你 你脸上有花啊 有意思 隐好惊叹好 某种被风情好轩体内 一双眼睛连连闪烁不止 身为某种的他 对任何心魔都能感受到 哪怕别人有宝物遮掩 对某种来说也是无用 有意思 真有意思 某种很想附身在慕容超的身上 此人一身修为也是不俗 只可惜如今想要附身却难以做到 但这并非完全没有办法 执着是苦 以念成魔 某种微笑着勾动着慕容超的心魔 他虽然被封印得厉害 但某种毕竟是某种 总有自己的手段 虽然无法附身 但勾动他人心魔 并非什么难事 特别是慕容超这种本心聪明 却又过度执着的人 某种最喜欢的便是此类人 这世上最容易执着的 往往便是聪明人 而聪明人一旦执着 便会很容易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反而会变成这世上最蠢的人 情道兄的际遇真是令我等羡慕啊 慕容超敏了敏唇 并未感觉到自己的心魔趁势而起 为了掩饰自己的心中的愤闷 他又端起零茶喝了一口 清了清嗓子 调整了自己一下 才再次开口 秦师弟 不知道咱们接下来会去哪个听仙会 我听说这里不止有一处听仙会 秦浩轩也在想 自己下次去哪 结果小刺猬开口了 我们要去孤月山北面路灵娜的听仙会 慕卿当时满脸容光焕发 好像天人合一已经出现在了眼前一样 为了能够请到秦浩轩与他身边的这两人 他可是动员路灵听仙会那边的修士 做出了巨大牺牲啊 竞价太激烈 也没有办法 秦浩轩微微一愣 我还没决定去哪 万剑大仙看着秦浩轩 笑得满脸奸诈 看着小刺猬这幅样子 秦浩轩翻了个白眼 你收人家东西了 小刺猬咧着嘴笑 朝秦浩轩点了点头 秦浩轩微微一条眉毛 收了不少吧 小刺猬笑得更欢 再次朝秦浩轩点了点头 秦浩轩坐回去 斜眼看小刺猬 待会分我一半 小刺猬瞪大了眼睛 满脸的不情愿 啊 看小刺猬这幅样子 秦浩轩眼睛一瞇 好 那就分我六成吧 小刺猬一口气差点没吸上来 又张了张嘴 抬眼就看到秦浩轩看自己的样子 知道自己若是敢质疑 怕是要七成了 于是隐生生地改了口 算你狠 六成就六成 看小刺猬一副我认了的样子 秦浩轩真是哭笑不得 很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那什么表情 我去给你收拾烂摊子都没说什么呢 第一千零六十八张天人合一再出现 第二天傍晚 秦浩轩带着小刺猬于超华与慕容超三人准时到达了陆林听先会 穆青早已等待多时 见他们一到 就满面笑容地迎了过来 秦浩轩看着陆林听先会上这么多人 惊讶地问道 怎么来这么多人 穆青非常恭敬地回道 他们都是慕名而来 在外面不能进去的都想要见识一下秦道兄的天人合一 秦浩轩耸了耸肩 我可不能保证真的会出现 穆青看着秦浩轩非常真诚地说道 我们相信秦道兄 当然我们也是赌一把 就算没有出现 也只能怪我们时运不济 怪不得秦道兄的 哎小鱼啊 这女人挺会说话啊 小刺猬眼中带着戏烈笑容地看着鱼超华 鱼超华点了点头 的确很会说话 秦浩轩带着人往里走 小刺猬大摇大摆地跟在他身后 一脸狐假虎卫的嚣张样子 等秦浩轩他们来到听先会入口的时候 穆青看了看还跟在秦浩轩身后的慕容超 愣了愣 怎么了 秦浩轩问道 穆青一脸为难地看了看慕容超 非常不好意思地对秦浩轩道 秦道兄 真不是不给你面子 但是我们一群人就挤出了三个位置 那也是动员了很久 才有三个道友愿意为我们让出这三个位置 您也知道那有多么不容易 那可是相当于放弃了自己可能会获得的机缘 而且 秦道兄刚刚也说了 您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确定能够引发天人合一的意象 我们愿意赌一把 这才为您 万剑大仙 于道友挤出了三个位置 可是 您突然带多一个人 就真的 慕容超心中咯噔一声 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慕青话并没有说完 但是秦浩轩却已经完全明白了 他略为想了想 感觉慕青说的也对 秦浩轩转头看向慕容超 慕容 这次是我考虑不周 所以我下次再带你吧 慕容超点了点头 面上何许地朝他们一笑 我懂我懂是我贸然跟来 凡事都该有个先来后到 那就下次吧 这是我应该的应该的 看到慕容超这样 秦浩轩眼中也露出了欣慰 慕容超退到众人身后 他后面一路远远跟着的那些小弟也全都一脸无奈 慕容超看着走到听仙会中心的秦浩轩等人 在他们看不见地方露出了眼中汹涌的恨意 这群人简直都该死 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 该死该死 秦浩轩领着众人进入听仙会 依次坐下 没过多久 仙音便再次出现 出现了身在听仙会之外的人 其实是听不见仙音的 但是慕容超却看得分明 秦浩轩取出了当初将紫白削给他的那块仙木 他眼睛微微眯起 一眨不眨地看着听仙会上的秦浩轩 原来如此 慕容超眼神沉如深渊 听仙会内 秦浩轩将全身都放得空灵 他发现 这一次再响起的仙音并不是敌音 夜色似合 黑暗吞噬了白日留下的最后一缕光芒 日落星生 漫天星斗闪烁着横穿万古的光点 天地归于沉寂 秦浩轩默然睁眼 风流云转 无边的白雾散去 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铺满了尸体的大地 连绵不绝的尸体直扑到天地相接的远方 这是一片苍凉而又破败的古战场 恕不清的爵士强者终于闭上了他们桀骜的双眼 泛着金光的血液侵染了大地 每一滴血液都蕴含着可怕的力量 不知染过多少修饰鲜血 带着煞气的兵器散落在地上 群山都被那撼动九霄的战力击碎 万物都被摧毁 多大的石块被狂风吹倦 满地乱跑 物业的风声四起 死亡带来的无边绝望将这一片天地笼罩 虽然战斗已经结束 但是那股惨烈悲壮透过千万年的时光 一下子来到秦浩轩的眼前 令他的胸腔剧烈的震动起来 半是寒冰的仙树再次破体而出 天人合一异常在线 原先模糊的 悲怆的 哀痛的 却又直冲九霄的哭音 刹那间清晰了起来 仿佛那人就在耳边狂吼 秦浩轩看到了 他的目光穿越千万年的时光 真真切切地落到了那片古战场之上 被鲜血染红的大地上 一个满身伤痕 劈头散发的修仙者跪在地上 伏地大哭 那好像从灵魂吼出的哭音 带着难以言喻的力量 将狂风都瞬间击碎 这一次的仙音 竟然是这个人的哭声 悲哀到绝望的哭音 令天地哀嚎 万古同悲 那种悲凉 孤独与无奈 穿越了时间 呼啸而来 将所有人的心神瞬间装满 秦浩轩心中一片悲痛 他好似瞬间苍老了万年 心中的苍凉之感难以诉说 他口中开始不自觉地吟唱起 从江子白那学到的古怪小调 秦浩宣唱起小调的瞬间 他的声音 身前的仙木 身后的仙树 顷刻间于古战场上 那人的哭音发生了共鸣 刷刷刷 刹那间 听仙会上 所有人的仙树全都展开 华光冲天 九天星辰漠然垂落而下 会成一道道圣洁的光辉 披护于众人身上 秦浩轩 第二次地带动了众人的天人合一 陆陵听仙会 作然被一股星辰之力笼罩 朦胧梦幻不似人间界 星辰之力旋转 飘渺 满意而出 竟然将场外之人也全都笼罩了进来 在那一刻 所有人都震惊了 天人合一多少万年都没有出现过一次 足以说明他有多么的难得 可是秦浩轩接连两次将其引发 啊 古战场上唯一存活下来的修士 仰天长吼 声音悲怯 直透云霄 直透人心 直接抵达了众人心中 泪水 从眼角难以抑制地落下 秦浩轩心头俱颤 他看到那人非常非常缓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那人身姿雄伟 细语轩昂 威势如天 力震大地 好似远古的战神 发出了一声不甘的怒吼 那人直指苍天 仰天咆哮 从灵魂中吼出了一个字 战 战 声音的力量如同风暴一般席卷了天地 四面八方 风起云涌 无数战字的回音好似潮水般汹涌呼啸而来 秦浩轩眼睛漠然瞪大 他不知道那人朝天看到了什么 不知道那人的敌人是谁 只听耳中轰然一声 那人已经冲天而去 全身的血气 从了那片灰茫茫被死气笼罩的天地中 唯一的颜色 无边的悲凉将众人席卷 那种一去不回的战役 那种纵千万人无往已的坚定 那种明知是死也倾尽全力一搏的不甘 秦浩轩缓缓落地 脸颊上还带着未干的泪痕 天人合一的异象结束 整片陆林听仙会上哭声一片 所有人都在嚎啕大哭 只有通过哭泣 只有通过泪水 他们才能够将心中满满的绝望 孤独悲凉发泄出去 那种感觉真的太沉重 沉重到令所有人都承受不起 我好难受 沐青哭得不成人形 心中的那股悲伤却依旧浓郁 这就是修仙之道吗 永远无法脱离的孤独 那么绝望 又那么坚强 秦浩轩这一次引发的天人合一 不仅带动了整个听仙会的人 甚至带动了听仙会外面围观的众人 在场的所有人 修为都大幅度地提升 慕容超到新接受了那股悲怆到极点的洗礼 身后的仙术骤然而出 竟然在一席之间 刻满了四十九轮 达到了仙伦境的顶点 慕容老大 你太厉害了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了四十九轮 奇迹啊 奇迹啊 慕容超身后的小弟全都在惊呼 慕容超也觉得太不可置信了 整个人都被突然而来的四十九轮砸晕了 秦浩轩被生自由之意 如同一道流光滑过天际 几席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开始细细地感悟 这一次听仙会所得到的感悟 秦浩轩引发的这第二次天人合一的意象 当天夜里 在万教仙仪中掀起了巨大的风暴 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件事 无论是天骄还是普通修士 无论是修仙者还是妖族 如果一次能够成功是幸运 那么两次呢 接连两次呢 秦浩轩这个人身上到底有什么好东西 竟然能够让他接连两次引发天人合一 长生天他们也紧急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 来讨论秦浩轩接连两次引发天人合一这件事情 他身上绝对有问题 会不会是他吟唱的那段鼓条 有人怀疑 很可能 毕竟他在吟唱之前是没有达到的 两次天人合一的意象都是他吟唱之后才出现的 不知道秦浩轩从哪里学习的这鼓条 听说是非仙时代流传下来的 去查一查 秦浩轩闭关一夜 天还未明 另外一个风暴消息冲击了万教仙仪 昨天晚上 除了秦浩轩 有另外一个人也引发了天人合一 万教仙仪中 所有的修士全都震惊 虽然那人只是自己成就了天人合一意象 并没有负责他人 却还是在万教仙仪掀起了海啸一般的巨浪 那说明 这个万教仙仪中 天地规则真的变了 天地意象变生 是谁 是谁 你们知道那个祭秦浩轩之后 再次达到天人合一的修士是谁吗 不知道啊 我也在问啊 是不是长生天他们那些人 可能是第1069章大利益人心奏变 各种猜测在人群中流传着 很快 所有人都惊讶地发现 昨天晚上 那个祭秦浩轩之后 第二个引发天人合一的人 并不是长生天 不是无上大交的人 也不是魔修 而是一个完完全全笼罩在神秘面纱中的人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是男是女 修为如何 通通不知道 唯一知道的是 那人 来自天荒海 天荒海 是与吴敬海并称的两大地狱 但是 却比吴敬海更加的神秘 那里诸多艺术齐放 对于天地玄妙宇宙洪荒探索的成果 更是在修仙大陆与其他地狱之上 蓝烟就是来自天荒海 他的薄算之术 在整个修仙大陆都是数一数二的 但是在天荒海 他也只是一个天资过人的骄子 还未达到大城之地 那神秘人来自天荒海这消息一出 众人哗然 自从修满四十九轮 慕容超就处于一种极其兴奋的状态中 心中的满足开心无法言说 他最大的开心来源于 自己终于在第一次不比情号宣插了 我们都是四十九轮 我看他还怎么拿那副高人一等的样子对我 仿佛期待了许久的胜利 终于来到眼前 慕容超心情雀跃无比又患得患失 慕容超也听到很多消息 外面几乎所有人都在猜测 秦浩轩之所以能够引发天人合一的意象 是因为他迎唱出的鼓条 愚蠢 慕容超冷冷一笑 在心中暗暗想到 秦浩轩娜的废物之所以能够引发天人合一 完全是因为他手中那块纤木 那老怪物给的宝贝 什么鼓条 肯定是秦浩轩娜奸诈小人想出的欺骗世人的手段 不行 我一定要把那块纤木给骗过来 慕容超眼中闪现出疯狂的神色 他双拳紧握 忍不住想到 只要我能拿到秦浩轩手中的那块纤木 我就能够成为这万教仙仪中的风云人物 到时候 在万教仙仪中 就是无上大焦的精英都得放下身段与我结交 我会成为整个修仙界都谈论的焦点 会成为天之焦子争抢的朋友 会成就一番无上事业 甚至很有可能成为小仙王 慕容超越想越激动 他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对成功的渴望 对秦浩轩的恨意凝聚成一股风暴 在他体内疯狂的席卷 等出了万教仙仪 天下修仙者都会知道我的名字 我将成为年轻一辈最耀眼的存在 慕容超眼中卷起风暴 面上献出扭曲而快意的狂笑 从听仙会回来之后 所有人都在闭关 秦浩轩小刺猬于超华 甚至慕容超也在闭关 慕容超急切地想要快点进入道果境 只有这样 他在面对秦浩轩的时候 才会觉得底气十足 秦浩轩静坐在团圃之上 手上有一团散发着柔和气息的白色光芒 那是他昨晚在听仙会上获得的星辰之力 星辰之力 如流水般温润柔和 与天际闪耀了亘古的时间 是与仙界最接近的光芒之一 我把它们保存下来 对行应该有用 秦浩轩沐寒隐忧地望着那团光芒 一想到行那个家伙 竟然隐瞒了身体的情况 秦浩轩就感觉一团怒火凭空而现 恨不得现在就冲回太初教 将他训斥一番 那个傻子 平时看起来比谁都精 怎么关系到了他的生死 就这么傻呢 最终 秦浩轩闭了闭眼睛 在睁开时 又是一片坚定 行 等我 我一定能把你治好 你一定要等我 将那团星光送入乾坤葫芦中 秦浩轩推门而出 郑瑞师兄 咱们这样真的好吗 肖云阁的弟子坠坠不安地看着圣瑞 现在整个万教仙仪的人 都是非常恭敬的 亲自去秦浩轩那里等他召见的 咱们这样把他叫来 不太合适吧 圣瑞来孤月山来得比较晚 等他到了的时候 才听说了这里出现听先会 以及秦浩轩在听先会上两度引发天人合一的消息 圣瑞无比震惊 秦浩轩那的废物竟然真的这么牛 想了想 圣瑞就先邀请了自己的几个大教好友 然后令萧云阁的弟子去把秦浩轩喊来 之所以这样做 圣瑞一呢 是想也跟着秦浩轩去感受一下天人合一的意象 二呢 则是想在众人面前表现一下子自己的厉害 是啊 圣兄 要不咱们一起去见见秦浩轩吧 不仅闻下弟子质疑 就连被圣瑞请来的那些天骄 也有些坐立不安了 圣瑞非常淡定高坐在椅子上 甚至悠悠然地喝了一口茶 这才对众人道 或许 别人需要亲自去见他 但是 我不用 知道为什么吗 众人沉默 因为我们肖云阁跟太初交离得太近了 郑瑞面上带着圣券在我的笑意 我们肖云阁是太初交的盟主 他敢对我说不吗 这 那些其他门派的人还是有些怀疑 他不敢 郑瑞非常自信 非常嚣张地说道 如果他敢拒绝我 那么 小小的太初交 我可也就不必存在了 还不快去 郑瑞眼封扫过送信的弟子 那弟子登时就怕了 转身就去找秦浩勋了 同时心中暗暗叹气 曾经那儒雅自信的圣锐师兄去哪里了 怎么修为越深 脾气越是暴力乖张 暗屋子的各教精英彼此对视一眼 就对圣锐一番吹捧 心中也是暗暗好奇 难道是我肖云的镇教大法出了什么问题不成 圣锐心中非常受用 但是面上还是一片温润君子的模样 哪里哪里 这次我们肖云阁在万教仙仪中得到了那么多东西 甚至得到了我们肖云阁数十万年前断掉的一些传承 就算没有秦浩轩的天人合一 出去之后 门派照样能够傲视修仙界 恭喜圣道兄啊 肖云阁一定会大兴啊 肖云阁成为无上大教指日可待 相信日后肖云阁在圣兄的执掌下将会走得更好 万教仙仪之外 肖云众人看到这一幕 面色皆是灰色 秦浩轩的能耐 大家都是清楚的 圣锐虽然修为图菲猛进 但比起秦浩轩还是差了不少 怎么这曾经详和睿智的圣锐变成了这般模样 唯一肖云掌教面色并非疑惑 更多的则是紧张 只有他清楚 正锐发生了什么 定是正教大法影响了他 可 谁让那密法不全 按照门派先辈的记载可以知道 虽然这正教大法不全 容易让人心性大变 但若是能在修炼中渐渐自省 并且将心魔压制 反而会破而后立 修为再次暴涨 成为真正的强者 肖云掌教暗暗祈祷 自己教中最杰出的弟子 早日真正明目本心 那便一切都不同了 到时候定是可以同秦浩轩真正争锋 去什么去 不去 小刺猬炸毛地看着来传递口信的肖云格弟子 面露凶光 呲牙咧嘴 让那家伙来 他算什么东西啊 竟然敢在我面前嚣张 是不是想死啊 秦浩轩无奈地看了小刺猬一眼说道 肖云格好歹也是盟主 这点面子还是给他们吧 多谢秦师兄 多谢秦师兄 送信的小弟生怕再出什么状况 立刻就引着秦浩轩往肖云格驻地而去 小刺猬气狠狠地跟在秦浩轩身边 满腹牢骚 等见到圣锐的时候 更是没半点脸色 肖云格会客室中的人一见到秦浩轩来了 面上全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真的是太意外了 郑瑞竟然真的把秦浩轩给喊来了 那可是秦浩轩啊 现在多少人排队见都不一定见得着的人物啊 所有人看着圣锐的眼色都变了 郑瑞心中更是得意 知道秦浩轩是给足了自己面子 于是大笑着站了起来 快步走到门口 将秦浩轩迎了进来 秦道友 真是好久没见啊 于兄是真的想你了 郑瑞见秦浩轩引进屋子 令秦浩轩坐上宾的位置 他也落座后 一开口就热情十足 秦道兄能来 真是令我等欣喜不已啊 在座的天交门终于忍不住 跟秦浩轩攀谈起来 秦道兄这几天真是风头大声 一时无两 令我等心声敬佩 秦道兄啊 你前几年误入心魔的事情 事后我也听说了 可恨当时我在闭关 没有帮上秦道兄 如果我知道的话 肯定会出去帮你的 小刺猬看着这一屋子假惺惺的笑 听着这假的让人想吐的话 连连翻了好几个大白眼 秦浩轩不愧到心坚固 在这样的气氛下 还保持着一副礼貌的笑脸 很得体地跟众人寒暄着 小刺猬在心中感叹 嘖嘖 都很能装啊 还不知道圣道有找我来 是有什么事 秦浩轩也烦了 这些人扯起来是没完没了 于是他只能率先开口 于兄也是刚来这姑月山 听说这里有听仙会 而且秦师弟还在听仙会上 大出风头 引发了天人合一的意象 在万教仙仪中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郑瑞笑眯眯的看着秦浩轩说道 秦浩轩脸色平静 眼眸深处 旁人也看不出在想什么 他点了点头 听仙会啊 圣道有想去的话 也可以去啊 是这样的 秦师弟 郑瑞直了直身体 面上显出一抹观星的神色 于兄刚来此处 就有几个好友请于兄去他们的听仙会了 听说他们的听仙会比你之前去的那两个都要高级 仙音更加清晰 第一千零七十张惹眼红踏破门槛 小刺猬贴了一眼自以为多么温情的圣锐 在心中冷笑了几声 于兄就想啊 这样好的事情 怎么能忘了秦师弟你呢 所以于兄就跟他们说 在家一个位置 我要给我的好师弟留着 于兄的那群好友也够一气 就给于兄留出了两个名额 到时候 我们一起去吧 郑瑞笑得很是和善 仿佛太初同萧云从未真正有过冲突 一直是同气莲芝一般 呵呵 小刺猬再也忍不住 冷笑几声道 抱歉阿圣师兄 最近请我们去的人真是太多了 恐怕我们秦长老忙不过来 去不了你们那了 郑瑞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 他可是明白小刺猬万贱大仙 真正跟脚的人 自然知道 他可不是秦浩轩的什么老大 往好听中说是朋友 说难听点 不过是秦浩轩的一条狗 或者说是一条刺猬 更合适 我跟秦师弟说话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插嘴 郑瑞的态度并不客气 小刺猬当时就炸了 一连串的脏话都涌到了嘴边 就差直接喷出去问候一下 郑瑞 却被他身后的鱼超滑眼疾手快地捂住了嘴 憋得脸都红了 秦浩轩头也没抬 淡淡地说道 万贱说的话就是我想说的话 他虽然比不上圣道有你金贵 却也是我秦浩轩生死相交的朋友 捂入他就等于捂入我秦浩轩 秦某还是希望圣道有下次说话还是注意点吧 这下子脸红的变成圣锐了 整个屋子里的那些精英们也感觉到不对劲了 一个个面面相去 非常默契地选择了沉默 这时候 谁都不愿意去得罪秦浩轩 也许他下一次的天人合一就待自己了呢 小刺猬得意了 携着眼看圣锐 圣锐气的手都在发抖 但是他想了想那些人贿赂他的大批资源 决定忍了 好好好 是宇兄说错话了 郑瑞非常憋屈地跟小刺猬点了点头 算是道歉了 小刺猬嫌恶地看了他一眼 撇过了头 郑瑞 那得听心慧 请师弟还是去一趟吧 可可 郑瑞干咳几声 毕竟那些人盛情难却 甚至强塞给宇兄一些资源 阿呸 小刺猬在心中大骂 这人真是不要脸出了心境界啊 这根本就是在说 我收了人家好处 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这种不要脸的事情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了 明明该老子去做啊 见秦浩轩还是不说话 圣锐面上隐隐发黑 于兄本来也不想去的 但是他们给的东西都太多了 于兄也不好推辞 秦师弟放心好了 你去一趟 他们赠送的资源 于兄自然是好不了你的那一份 郑瑞尽量保持着和善 秦浩轩好笑地看了圣锐一眼 暗想 少不了我的那一份 真是有意思 我连小刺猬都随便让他收好处了 我还在乎那点资源 但是我没必要让你打着我的名头 拿好处装好人 秦浩轩装作沉思了一瞬 然后笑着对圣锐道 圣道友 去一趟本也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跟我说的太晚了 正如我兄弟万箭所言 有太多人来问这件事 我也答应了几家了 圣锐见秦浩轩松口了 立刻又觉得他是怕了自己 于是王以背上依靠 非常嚣张地说道 那有什么 你先去我那 完事之后再去他们那 秦浩轩笑了 可是我也收了那些人好处了 不方便推 小刺猬了呵呵地笑了 郑瑞脸色僵了僵 然后装作很大方地说道 那好吧 有两三家吧 那我们不介意等你几天 秦浩轩好像想不起来似的 转头问小刺猬 我们安排到了什么时候来着 小刺掰着手指头 认认真真的算了算 然后一脸严肃地说道 人太多了 你的听心会都已经排到一年后了 你 郑瑞藤弟一下站了起来 脸色非常难看地指着秦浩轩 秦浩轩微微往后靠了靠 道 圣道友 你也听见了 我是真的没办法 在场的人没一个是傻子 全都看出秦浩轩是什么意思了 秦浩轩明摆着 是在对圣睿说 我过来 是给肖云的面子 但是你收钱 让我去做事 那就抱歉了 不可能 我可不是你的小跟班 我秦浩轩 也是万较先宜的一方巨头 秦浩轩起身 扶了扶衣袍 然后对圣睿拱了拱手 等秦某回去之后 再安排一下 看看能不能给圣道友提前一下 小刺猬在秦浩轩身后 凉凉地说道 我看男啊 那些人差不多都是万载大叫跟无上打交的 不仅人非常有礼貌 非常热情 给的东西也非常的丰厚 一连三个非常 小刺猬直接把圣睿说得面色长红 他这才感觉心里舒坦多了 敢跟你万件大仙斗 哼 秦浩轩忍笑干咸咳一声 对众人再次拱手 秦某还有一些事情 就先告辞了 不 秦道兄慢走 慢走 除了圣睿 几乎所有人都拱手与秦浩轩道别 在他离开前拼命地刷脸 就希望能在秦浩轩面前混个眼熟 秦浩轩刚刚走到门口 一个穿着普光无上教衣袍的弟子 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郑瑞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精彩了 来人普光无上教的弟子周赫 普光无上教可是无上大教 是大盟主 而且普光无上教来人明显比自己更嚣张 他倒想看看 又会有什么精彩的事情发生 秦浩轩 周赫将秦浩轩上上打亮了一番 语气中并未有过太多的敬意 身为无上大教的弟子 走到哪里都是高高在上的 这就如同天朝上国的人 走到偏远的藩邦 便是见到藩邦的君主 都会觉得 你不过是小国寡名 而我 则是天朝上国 哎哟 小刺猬先受不了了 这一天怎么竟遇到这些傻逼了呢 于超华非常有眼色地再次将小刺猬拉住 秦浩轩不动声色的 朝那人点了点头 周赫将一副传音贴拿了出来 使出一个灵法 一道温润却难掩嚣张的声音从中响起 秦浩轩 今天晚上来清风听仙会 不要耽误了时辰 去你妈的 小刺猬大骂一声 这哪个傻逼啊 这么嚣张 秦浩轩也觉得自己要疯了 怎么什么家伙都往跟前凑 普光无上教的弟子周赫 依然保持着自己那高人一等的态度 对秦浩轩道 此乃我们李树如李师兄的传音 你现在准备准备吧 秦浩轩眉头紧锁 便是盟主教的人 也不该这般无理 当然 他们倒是有着无理的资本 这就如同修仙者对凡人的态度一般 双方差距太大了 只是 秦浩轩笑了 自己没兴趣给他人做狗 他吸了口气说道 回去告诉你的李师兄 我虽是你们眼中的小教出身 可还真的没有沦落到被谁都能呼来喝去的地步 几年前 我在万教仙一杀的你们李师兄的那般添娇 如同野狗一般四处逃窜 少在我这里装威风 秦浩轩这一刻表现出的气势令所有人震惊 他身前的周赫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杀气 赫的腿都软了 哪里还有什么狗障人式的气势 他竟然敢这么嚣张 屋内的众人也全都惊呆了 看着眼前的秦浩轩感觉跟换了个一样 外放的气势令他们心惊 跟我好好谈 什么问题 我们都可以商量 秦浩轩不怒自威 就单单只是站在那 就有股霸凌天下的气韵 他看着周赫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道 但是那种命令式的语气 你告诉你李树儒 如果还有下一次 我觉得他就是在找死了 修炼到了今日 秦浩轩很清楚 若自己是凡人 可以很多事情按照人情事故去做 可自己不再是凡人 而是一名修仙人 若是畏惧对方而这般低头 那会影响到自己的修炼之路 周赫被秦浩轩一番话说的半天揭不上话来 告诉你们李师兄 别以为自己是大盟主就能仗势欺人 秦浩轩神色冷冷地看着周赫 轻笑一声 盟主算什么 周赫跟圣锐的脸色一下子黑到了极点 秦浩轩这一句话 就相当于一下子打了他们两人的脸啊 周赫很想生气跟对方对喷两句 可面前站着的 是几年前的万教徒夫秦浩轩 若真的把他惹急了眼 这个后果还真的很是严重 既然没办法在实力上压制秦浩轩 周赫便硬着头皮对秦浩轩道 你敢这么对我们普光无上教的人 无上打交的怒火 可不是你们一个小小太初教能够承受的 打教派威胁人 在场之人看周赫的眼光都有些轻视了 实力不行 仗势欺人 这种行为真是很令那些正统修仙者鄙夷 秦浩轩面色未变 看了周赫一眼 轻轻地说道 等出去之后 我会跟普光无上教的长教亲自解释的 想必 普光无上教的长教还不至于连发生了什么都认不清吧 无上打交的脸面 还是会要的吧 第1071章 昨日筹来今日宠 你走吧 把我要你告诉李树儒的话 一字不落地说给他听 秦浩轩挑了挑眉 至于那清风听先会 那我只有抱歉了 不仅现在不会去 以后 也不会去的 周赫被秦浩轩那一眼看的身心俱寒 总觉得自己眼前并不是一个修仙者 而是死神一般 周赫不想再带下去 留下了几句狠话 就甩笑而去 秦浩轩看着周赫离开的背影 双眸中流露出淡淡的杀意 我现在算是得罪了李树儒 如果离开了万教先怡 李树儒一定会在 父空真人面前颠倒黑白 搞不好还可能会牵连太初教 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 我就只能在这两天 把李树儒与这报信之人杀掉了 绝对不能给他们离开万教先怡的机会 除了萧云格的大门 秦浩轩当着很多人的面 对身边的小刺猬说 这段时间 你就不要乱跑了 咦 小刺猬疑惑地抬头看秦浩轩 心中纳闷 怎么突然来这么一句 秦浩轩声音不大 却足以令他身边的人听得清清楚楚 这些日子 你啊 哪都别去 就跟着我 跟景点 毕竟现在不安全 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生死之交 这段时间这么多事 如果有人把你抓了当诱饵 威胁我 让我去做一些我不愿做的事情怎么办 看在你的面子上 他们的那些要求 就算再不愿意 我也得做啊 秦浩轩说得言真意切 一双眼睛还非常担心地看着小刺猬 小刺猬满头黑线 斜着眼看秦浩轩 行啊 这老秦怎么变得这么奸诈了 竟然想用我当诱饵 去把那人给弄出来 老秦 你也太狡猾了吧 你这话根本就是说给李树如听的吧 你是想让本大仙出去当诱饵是吧 小刺猬满直直看着秦浩轩 传音道 秦浩轩给了他一个你果然懂我的眼神 点了点头 小刺猬黑黑一笑 伸出右手 很隐秘地在秦浩轩面前搓了搓手指 意思非常明显 给点好处 秦浩轩笑了 拍了拍小刺猬的肩膀 揽着他往外走 传音道 你要是不愿意主动去做 那也没什么 我就费点事 就得找个人送你去了 小刺猬扎毛 狠狠看了秦浩轩一眼 气狠狠地传音 算你狠 清风之上 李树如完全隐在树林中 冷声道 那的秦浩轩真的是这么说的 周赫恶狠狠地说道 李师兄 他就是那么说的 整个人嚣张至极 完全没有将你放在眼里 更没有将我们普光无上叫放在眼里 李树如一张面孔全都被阴影覆盖 完全看不出情绪 只是说声音中带了浓浓的杀意 真是找死 对了 李师兄 那秦浩轩在离开萧云阁之前说 周赫上前一步 傅尔说道 李树如眼中有了一丝神采 冷笑一声 哦 既然这样 你就把那万件给弄出来 等逼问出秦浩轩天人合一的秘密 就把他们太出交的人 全部杀掉 周赫面上也现出了很辣的神色 点了点头 对无上大叫来说 小叫 算什么 天色渐渐晚了 太出教住地内 一个面容娇艳 身姿恶魔的女子出现 她慢慢地靠近了正在与太出教弟子说笑的小刺猬 小刺猬被那女人身上的香味熏得直直打了个喷嚏 万件大仙 女子声音沙哑中带着浓浓的甜意 一双仿佛会说话的眼睛轻轻飘到了小刺猬身上 小刺猬打了个寒颤 心中默默吐槽 来诱惑老子 也不知道打听一下老子的爱好 真是太不专业了 不过 想起秦浩轻的吩咐 小刺猬忍着一身的腻歪 还得装着一副色迷迷的样子 跟着那女人出去了 一直跟在小刺猬身后的秦浩轻 看着她跟那女人你来我往的过招 很不地道地笑了一路 感觉差不多了 秦浩轻记起这天意 躲到了一棵树上 我说美人 你把我喊出来 不是说要给我好东西看吗 都到这里了 想必也不会有人了 有什么好东西你就拿出来吧 小刺猬很努力地装作一个似鬼 笑咪咪地看着那女人 吸溜了一下口水 说道 我家老秦说了 不让我离开她太远的 荣兰看着小刺猬的样子 一双细长上挑的丹凤眼 中流露出一丝厌恶 但是想着李树茹的吩咐 她还是娇笑着凑了上去 小刺猬只觉得一阵香气飘来 脑中顿时有些昏昏然了 她心中一动 想到 来了 荣兰肯定是用了什么迷魂香 小刺猬身上的宝贝不少 那种香气只是令她有过一瞬的恍惚 然后整个人便又清醒了过来 不过她眼神迷离 装着中招的样子 荣兰发出一声冷笑 出手如电 一条泛着丝丝银色 有婴儿手臂粗大的困腰绳 就把小刺猬牢牢地捆住了 李干什么 小刺猬装作受惊清醒的模样 瞪着大眼 一脸不可置信地望着荣兰 荣兰却连半分眼神都没分给她 看向了身后 李树茹与周鹤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三人对视一眼 全都笑了起来 本来三人还有其他后手手段 没想到这小刺猬如此容易的便被抓到了 几乎同一时间 万剑大仙腰间的百宝囊爆出一团刺目的光芒 那光入太阳 它爆发在不闻不觉之间 突然的令人难以有任何防范 剑光 冰寒之力 如同潮水般有百宝囊之中喷出 李树茹见过很多的快剑 也见过无数的灵法 却从未见过如此快的剑 如此凶暴的灵法 寒气冰冻整个空间 令所有人的速度骤然下降 发挥不出平日的十之一二 但剑光却没有任何减弱 李树茹唯一能做的 便是看清杀他的人到底是谁 秦浩轩 躲藏在万剑大仙百宝囊中的秦浩轩 根本懒得跟对方任何废话 他这次出手的目的便是为了杀人 若李树茹全胜状态 还可以避开这凌厉的一剑 可如今的李树茹 正是他以为计谋得逞的那一刻 正是他最放松警惕的那一刻 一剑 没有第二剑 李树茹的人头飞起 一道血柱直冲天际 其他两人想要后退却也已经不能 秦浩轩的剑在斩杀李树茹之后 两条剑气在二人的颈部绕了一圈 便将他们的脑袋也一起摘了下来 秦浩轩一口气灭杀三人 小刺猬已经开始快速地打扫起了战场 这三位可是大娇的弟子 身上再穷也会比寻常人富有很多 何况这里树茹并非穷人 而是门中优秀弟子 万剑大仙一边打扫战场 一边感叹着年头新辛苦苦寻宝 真的不如拦路抢劫来的发财快速 第二日 天刚刚放明 太初交的筑地上 浩浩荡荡出现了十数个普光无上交的弟子 为首那人身长八尺 虎背雄腰 细语轩昂 额尖还映着一个白虎的印记 他双目饱含怒气 见到秦浩轩的那一刻没有丝毫刻套 杀人狂谋 李竟然感动我们普光的人 秦道兄 这人是普光白虎堂的弟子 叫做邓广泽 天生虎利 地位与李树茹不相上下 也是精英人物 于超华小星的传英 昨天晚上 邓广泽带着普光无上交的弟子 在清风驻扎地上等了一晚上 都没见李树茹他们回来 他心中不安 心字带人去那里一看 才发现三人早已遇害 连尸骨都没有留下 只有几滩血迹 他们辛苦不下的见证 也被毁成碎片 虽然已经过了一个晚上 但是那片地方留下的杀意 却依旧在盘缓 令跟着去的普光无上 叫弟子都不自觉地害怕 邓广泽认定 那绝对是秦浩轩干的 这才一大早带着弟子来质问秦浩轩 秦浩轩自信杀人之后 绝对没有留下任何把柄 哪里会认 直接给了身旁万剑 大仙怡的眼神 小刺猬在旁边凉凉地说道 你比孔下面长得是粪坑不成 大早上的跑 我们太初来乱喷粪 我们秦长老杀你们的人 先问问他们配不配 够资格让我们秦长老动手步 秦长老杀人 你有证据吗 没有的话 小刑出了万教先疑 我们先去你们长教那里告你污蔑 邓广泽脸色非常难看 他哪里能拿得出证据 那地方被毁得一前二进 连李树如他们三人半根头发都没留下 更遑论凶手的了 秦浩轩冷冷地打量着对方 既然这人知道跑到这里来要人 那便是说死人怕也是参与其中的人 此等恶人回头找机会定要灭杀才能安全 杀李树如本座真没那兼功夫 这些日子本座一直在参悟天热和宜的意象 没你们那么闲可以四处溜达 邓道友我看你怕是找错人了 这次我念你担忧同门 就当你什么都没说 若再有下次再有下次你当如何 邓光泽面带敌意的冷冷发问 秦浩轩叹了口气说道 便是本座不找你麻烦 万教仙一定有很多人要找你麻烦 毕竟 你让本座不痛快 本座没心情去听仙音 秦浩轩的话还没有说完 邓广泽的面色已经很是难看 他很明白 如今不少天骄都等着秦浩轩去听仙音 看看能不能遭遇到天人合一 第一千零七十二章千呼万唤使出来 得罪一个秦浩轩 已然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若是因此得罪大量的年轻添骄 邓广泽自负不是秦浩轩那种没脑子的杀人狂 什么人都敢得罪 得罪一群人是犯不上的 对啊对啊 我能作证 我也能我也能 周围的人全都激动了 这可是在秦浩轩面前刷脸的好机会啊 说得好了 没准以后能够跟着他一起去听仙会了 行 你们太出真行 邓广泽知道这次是讨不到好处了 气得更是连连点头 最后丢下一句 你等着 等我诸葛师兄来了 看你是否还这般蛮横不给交代 撂下狠话 邓广泽甩袖离开 秦浩轩双眼暗沉沉地看着离开的邓广泽 面沉如海 其他人完全看不出他的心思 可可小刺猬干咳一声 以眼神示意秦浩轩回房子 进入房间 其他外人全都被那扇门阻在了门后 今晚上 孤月山南边的月和有场厅先会 咱们去那 小刺猬看着秦浩轩说道 秦浩轩无语地看着小刺猬 这家伙下手够快啊 我知道我知道 五五分五五分 小刺猬讨好的朝秦浩轩笑 看他那样子 秦浩轩想了想 反正去哪都差不多 便同意了 日落西山 秦浩轩他们来到了月和厅先会 慕容超落座后 心中纠结万分 一方面为能够见识天人和一而狂喜 一方面又因为秦浩轩会更加有名而忧愁 秦浩轩端然而作 静后仙音 仙目置于身前 仙音未想 他周身便附上了一层华光 他对于此次的听先会也非常期待 自从上次听先会以来 秦浩轩对于那场悲壮惨烈的战斗就非常好奇 很想知道那场战斗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 为什么发生 但是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 这一次的听先会并没有像众人所期待的那样 出现天人合一的异象 大道轮音响起 不是敌音 不是悲豪 更不是其他声音 那就是一段仙人颂道之声 颂道之声穿透飘渺的云雾而来 带着仙人身上特有的圣洁与清灵 仿佛一次身心的洗礼 一个字一个字的落到众人的耳中 抵挡他们在凡事沾染的尘埃 听先会非常短暂 纵然有一梦千年的错觉 但是现实却是顺行而过 对于听先会周边 没有天人合一意向牵引的众人 更是短得不可思议 这一次 无数人放弃了自己的听先会跑来这里 就是为了赌一把 赌秦浩轩在线上一次的奇迹 很显然 他们全都赌输了 秦浩轩一直端坐在那里 他身前的仙目未动 即使吟唱出的鼓条也没有引起漫天星辰的共鸣 听先会结束 无数人叹息一声 失望而归 秦浩轩也是暗暗苦笑一声 不过在此刻的他心中 得失 甚至都已经积不起他一丝的涟漪 从仙音大道的轮音中醒来 慕容超面色就十分难看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一来那天人合一的意向就没有了 怎么我没来的时候 你就一去一个准呢 果然 跟秦浩轩在一起就一定没有好事 恼火了一阵 慕容超又诡异的暗爽了起来 他看着身前的秦浩轩 眼中现出幸灾乐祸的神色 让你嚣张 大家不都说你多么多么厉害吗 现在也不行了吧 我看谁还来找你 虽然失落 但是这种无法引发天人合一意向的风险 也在考虑之中 所以越和听仙慧的众人也没有说什么 就各自散去了 慕容超回到房中 细细思索之后 眼中亮光越来越盛 难道 秦浩轩引发天人合一意向的关键 是那块仙慕与骨条共同作用吗 慕容超越想越觉得自己猜测的对 之前也没有见他会这样的骨条 难道是跟江紫白那个老怪物学的 如果我学会了 是不是也能在听仙慧上 引发天人合一的意向了 虽然秦浩轩这一次 并没有引发天人合一的意向 但是不少人还是想请他去 不过 令所有人都惊讶的是 自从那天之后 万教仙仪中的听仙慧就没有再出现 因为是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听仙慧这种情况 所以很多万教仙仪内的妖族 都表现得十分淡定 只有外来的修仙者 不知道是真的没有了 还是暂时取消 不过万教仙仪中 时间的漫长超乎想象 很多人通过演算 也推演出一些端倪 这一段时间的听仙慧 是真的消失了 很快 时间就到了清红仙子与秦浩轩约定的那一天 这一天 天还未完全放亮 孤月山的主风上 就已经全都是人了 一轮浩大的月亮在渐渐变得明朗的空中 一点点的消失 百物滚滚而来 将整片山脉都笼上了一层蒙蒙白沙 几丈之外 就看不清人影了 孤月山的山峰 处在一层断崖之上 深达千丈的峭壁中 是疯狂舞动如同刀剑的狂风 锋利之强 令很多人都无法靠近 清红仙子约定的地点 就在孤月之巅 飞鸟不过的绝境 秦浩轩面色未变 背声自由之意 如同大鹏鸟一般震翅而起 深渊中狂烈的刚风 奈他不能 连秦浩轩的衣袍之脚都碰不到 很快 众人就发现 这处深渊 修为在四十轮之下的人 根本过不得 只有修为四十轮之上的人 才能登上孤月山之巅 几道深邃的目光 往那白雾缥缈的山峰看了一眼 清红仙子 你到底想做什么 慕容超眼藏下眼底的贪婪 紧随秦浩轩而上 等秦浩轩登上孤月山之巅的时候 他眼光扫向周围 发现人还是很多 竟然有近百个四十轮之上的修仙者跟了上来 其中有几道异常强悍的气息从那些人中散发出来 他们不屑于隐藏 如同王者一般立在人群之前 得到神秘高手传承的玉盈仙子 全身笼罩一层盈盈的光滑 道光流转 完全看不清他的面容 只是那份出城的轻贵惊傲之气 丝丝缕缕 散于这片天地 曾与妖族首领大战的南欲击武 细雨轩昂 龙行虎步 一头浓黑的头发张狂的散落身后 他眉眼刚毅 令人能够感受到威压大山的气势 数条神虎的虚影缭绕于他的身侧 虎啸山林的威势 请客而出 更有几道魔修的神秘的高手 全身轻覆黑色的魔气 嚣张而狂傲 那种当今之事 使我其谁的霸气尽数而出 不过 最令众人惊骇的 还是全身气势全部散出 一脸冷凝的长生天窦千山 窦千山白光浮身 万丈光滑 从他身上溢出 在白雾未散的孤月山之巅 如同太阳一般药木 那天地阔远 我自悠然的气息 飘飘渺渺而出 他本是从山水化中走出的折仙 但是那股强烈的气势 却似对世人宣告 他是这世间的王 身边无数高手伶俐 型号轩却好似闲停漫步一般 神态自若 面色平淡 他眼前只有一人 星红莲 高山之巅 一座银白月华凝练的倒台之上 星红莲闭幕 背负倾天而坐 山风骚然而来 却在经过他身边的时候 化作一抹温柔的春风 星轻拂过 星浴色的衣袍微微浮动 星红莲如同即将成风而去的真仙 绝美而梦幻 仿佛感受到什么 星红莲轻轻睁开了紧闭的双目 在看到秦浩轩的瞬间 眼中迸发出奇异的神采 刹那间 金光大胜 一轮红日从云海中拔出 万丈金光散落而下 狂风袭来 白雾汹涌 如同潮水般轰然散去 一切都变得清晰 大好山河静落眼前 在金光中 星红莲隐隐隐而立 孵若凝之 眉如墨化 如扑的黑发披在身后 随着她的动作轻轻而立 她似山间的精灵 又如凡世间的仙女 凝聚天地灵气 款款而来 秦浩轩看着星红莲身边 分裂而战的三个女子 她们一个个修为高深 容貌极美 气势破人 却又没有一丝敌意 她们是什么人 秦浩轩心中微微疑惑 这些人的修为 好像比我还强一些 看着也不像是 挟持清红莲的 清红莲眼中 好像只剩下了秦浩轩 一双如同秋水般的眼睛 充满了欣喜与思念 她红唇为起 一声带着叹喜与欢喜的话 吐露而出 你来了 她有千言万语想要诉说 她想告诉秦浩轩 这些年她都到过哪里 见过什么 她想把这一路没有她的点点滴滴都告诉她 可是 话到心头 却只有这三个字 她来了 这就是最好的 清红莲面如芙蓉 带着从未有过 如同少女般甜蜜的心情 走向秦浩轩 但是 很快 她就停下了 秦浩轩身后 跟着很多人 很多人 他们的目光或者贪婪 或者仇恨 更多的是 深不可测语 极度的震惊 全都看着自己 见到清红莲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非常的意外 他们没有想到 清红莲看起来 竟然一点伤都没有的样子 秦浩轩也很诧异 甚至有点搞不清楚 到底怎么了 她看着完全不像 有时的清红莲 暗暗想到 传言不是说清红重伤 被人追得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吗 怎么现在 她看起来很风光的样子 一点被迫害的感觉都没有 反而面对这么多人 带着一股傲然之气 第1073章一剑落下生死线 想不明白的秦浩轩 也是稍稍放了心 不管怎么样 她没事 就是最好的 不止秦浩轩 跟随上来的众人 也非常的诧异 清红莲只是停顿了一瞬 然后带着大大的笑意 再次走向了秦浩轩 连半分眼神 都没有分给其他人 我得到了一套星海宝剑 清红莲靠近了秦浩轩 笑语盈盈地说道 她跟你修炼的功法非常相似 但是力量却更胜于她 非常厉害霸道 我觉得这套星海宝剑 非常适合你 所以换你过来 就是想将这套星海宝剑送给你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怎么回事 事情发展得过于梦幻 很多人都蒙了 这女人不是被人杀得没办法 想要找秦浩轩求救吗 怎么现在看来 人家是来送礼的 秦浩轩更是哭笑不得 自己带着一颗杀人帮忙的心来的 结果这刚刚见面 还什么事情都没干 对方便送上了一份大礼 秦浩轩很清楚这星海宝剑的价值 对方递过来的那一瞬间 自己便已经感觉到这星海宝剑之中 蕴含着很多道恭敬的气息 很显然 这本秘法乃是来自曾经一名道恭敬的高手手中 秦浩轩见过先王的感悟 得到过摩尊的秘法 但是仙家秘法这种物件 手中却没有特别高级的货色 唯一有的便是道星种魔大法 可还需要道门正法来辅助 自然堂的传承确实不错 但终究不是道恭敬高人留下的物件 这星海宝剑虽然刚刚入手 却能感觉到同自然堂的巨海爵等等 都是一脉相承的东西 很明显 青红仙子绝非意外得到的秘法 想来是特意围棋寻找的秘法 秦浩轩心中一阵感动 这天骄之女被人一通追杀 居然还惦记着帮忙寻找适合的秘法 话说你不会是弄出来这么大阵仗 就是为了送我东西的吧 秦浩轩保持着自己的哭笑不得神情 青红莲俏皮的一笑 比花都要美艳 是又如何 不过除了将星海宝剑送你 我弄出这么大声势来找你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秦浩轩开始有点感兴趣了 问道什么原因 我要找你去一个地方 不过你这段时间真的太低调了 整个万叫仙怡都难以听到你的消息 青红莲猝了猝眉头 而且前一段日子 你身边还有一股非常怪异 而又强大的力量 我不管用什么手段都推算不出你的位置 既然我找不到你 就只能让你来找我了 秦浩轩一想 前段日子他是跟在江紫白前辈身边的 江紫白是久坐到恭敬界的强者 又活过了那么久的岁月 别说青红这种年轻一代的天骄 怕是到恭敬的强者 都很难将其进行准确的定位吧 这时间 青红莲身后那随他一同前来的人开口说道 秦道友 我们主人非常欢迎你去 那人声音轻悦 似轻欲断裂 带着川金烈石的力量 他们态度非常谦和 好像真的在欢迎远方而来的客人一般 秦浩轩将以注意力放在了青红莲的身上 等待他的回答 青红莲面上多了一份欣慰 轻起红唇 说道 我这次来并非只是找你一人 在万教仙怡中似于我大机缘的那人 还要我找其他高手 我知道 整个万教仙怡中 有很多人都对我们两个感兴趣 所以当我放出让你来辞找我的消息时 那些对我们感兴趣的人肯定也会来的 而这批人中 自然有我要找的人 秦浩轩差异地看着青红莲 感觉青红莲好似脱胎换骨一般 聪颖无比 简简单单的一个消息放出 一键双雕 不仅自己来了 而且还可以免了他自己到处奔波找人的辛苦 青红莲 一声好似除凤清明的声音响起 一团比烈日还要要目的光芒出现 长生天瞬间逼近青红莲 全身气势大开 震得天上流云都散了 很多他身后的人都难以忍受那股害人的气势 纷纷祭出法宝抵挡 秦浩轩打亮着长生天 这人面容算不上清秀 倒是带着几分草莽霸匪的气质 两条插刀眉高高扬起 不需要说话便会产生一股子威慑力 青红莲衣袍黑发都被长生天散发出的气势震得飘荡起来 他的神情却好似只是面对一个寻常之人 甚至对明显来者不善的长生天唯唯一笑 长生天 我等你很久了呢 还以为你听到秦浩轩的名头 便不敢来了呢 长生天犹如林氏的王者 瞬间朝清红莲伸出一只被光芒披护的大手 冷声道把东西交出来 清红莲笑了 他扶了扶自己身前的头发 清台眼皮 丝毫不惧长生天害人的气势 我清红莲既然敢出现在这里 第一 是为了将心海宝剑交给秦浩轩 这第二麻 便是我知道只要秦浩轩在 当今之事 便是先王 也不能伤我 凭你 算了吧 清红莲每眼间都散发着惊人的神采 那股对秦浩轩强烈的自信 令他整个人都绽放出无边的光彩 清红莲看着长生天 一字一字地说道 那三颗黄金稻果 已经被我炼化了 当我进入稻果境之后 这三颗黄金稻果自然能够在我先树之上出现 绽放出令世人阵战的威能 此刻的清红莲 身披轻衣 奥利疯癫 背后的出阳已经绽放出无边的光芒 可是他 却比出生的太阳都要耀眼 牢牢地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在场众人 无不震惊 黄金稻果 那可是传说中 稻果中的稻果 传说 修炼出黄金稻果之人 是最有机会成仙的 秦浩轩突然想起 黄龙长教 就有一颗黄金稻果 那是他自己修炼出来的 但是清红莲 手中却意外地从别处得了三颗 这是多大的机缘 怪不得他会被那么多人追杀 在这个无仙时代 哪怕只是一丝成仙的机会 都会引起任何一个修仙者无限的疯狂 更何况长生天这样的天之骄子 他成仙的渴望比之平常修仙者更甚 长生天周身的光芒骤然爆裂起来 仿佛十个太阳刹那间凝聚于他一身 天地灵气滚滚没入他的身体 害人的力量如同海啸一般汹涌而出 长生天顷刻间出手 掏天的能量 夹杂着他无边的怒火 引得天地都在震战 令人心头聚颤的杀意喷勃而出 直指清红莲 我长生天想要的东西 就一定能得到 随着这声怒吼 一道笔之老树都要粗大的劈裂闪电从天而降 带着如同上古战神一般的战役 朝清红莲劈裂而下 这股力量实在过于害人 站在远处的不少修仙者都被这渔威震的喉头出现血腥之气 脸色惨白 体内灵气乱窜 太可怕了 长生天真的太可怕了 所有人惊骇于长生天战力的同时 更震惊于清红莲的淡然平静 只是余威就令众人难以忍受 可想而知 清红莲承受着多么大的威压 但是 纵然全身的衣袍都被长生天震的烈烈作响 清红莲依旧安静地站在那里 面上甚至带着嘶嘶笑意 全无畏惧 因为 他知道 只要有秦浩轩在 他就不会让自己受伤的 果然 一道灵法作然打出 秦浩轩默然出手 他大手附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好似一轮无边的太阳 猛然接下了长生天几出的那道雷霆之力 轰 两道灵法的碰撞 激起了无边的气浪 秦浩轩大手之后便是清红莲 他如扑的长发与青色的长裙都被气浪冲击飞起 清红莲神态淡然 绝美地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 他微微侧头 笑着看了眼秦浩轩 长生天气是大圣 全身都绽放出令人惊骇的力量 整个孤月山山峰的树木都在他的气势下 剧烈地摇晃 他看了眼挡住自己的秦浩轩 从嘴中吐出了两个字 滚开 轰 秦浩轩身后 仙丈高的仙树 骤然而现 四十九个仙伦 溢溢生辉 好像天地轻亚 犹如河海道观 秦浩轩释放出无边的威压 令虚空都在微微战斗 所有人心头聚害 刷 秦浩轩抬手 在自己身前画了一道黄金色的直线 然后抬头 对众人一字一句地说道 过陷者 死 霸气的话 配上霸气的宣言 这话若是出自其他人口中 怕是要被群雄嘲笑 此男脑残的做派 居然敢对长生天这样的天骄发出此等找死的喊话 可 现在喊话的人 是万教屠夫秦浩轩 如此一来 便令当别论了 虽然这几年的秦浩轩消停了 可毕竟前些年他可真的是提着一把剑 将整个万教仙移杀的天翻地覆鬼哭神嚎 谁人听了不怕 今天 这话喊出来 不过是将当年做的事情 由实际行动变成了口头恐吓罢了 在场不少人并不信秦浩轩能以一己之力挡住群雄 即便他是秦浩轩 毕竟 现在在场的人 比当年要强了太多太多 各交的真正天才们都进来了 而且都极强 当然 即便不相信秦浩轩能挡住所有人 也没有人愿意做出头鸟 因为秦浩轩虽然挡不住所有人 但砍死出头鸟的能耐 定然还是有的 这一点 众人坚信 哪怕是长生天也在秦浩轩哪里很难讨到好处 第1074张三颗道果穴面具 可 长生天傲然立在那条线外 非常轻地笑了一声 周身气势大盛 光芒之药木 已经完全胜过当空烈日 刷刷 两棵有色仙树默然而出 一棵青色仙树犹如世间亘古之树 繁茂的仙叶随风摇曳 一棵长色仙树 鲜光大盛 药木无比 令所有人震撼的是 长生天不仅是双仙种 它的两棵仙树更是49轮全满 天啊 不愧是长生天修为之强大 竟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双仙种全都满轮 很多人都悄悄远离了战场 害怕自己被长生天的力量波及 就连玉莹仙子等人眼中也现出了重视 没人知道长生天的底牌 直到这一刻 众人才知道为何这位天才如此自信 双仙树皆是有色 而且双49轮 此等能耐 在同境界之中说一句无敌 也不为过 秦浩轩看着长生天的双仙树 不由得在心中感慨 无上打交的弟子啊 居然也不是子种 看来 子种真的是太罕见了 秦浩轩看着长生天暗想 他是子种都能够在万教仙仪中如此被人推崇 肯定也非常不简单啊 看来 本座九位出手 很多人忘记了本座杀人的模样 秦浩轩轻轻活动着双肩 他说话时并没有刻意的散杀气 但那自信的话 却给所有人一种莫名的压力 长生天懒得跟秦浩轩废话 他不管眼前的人到底是谁 万教屠夫也好 杀猪屠夫也罢 什么都没关系 凡是敢阻止自己抢夺黄金到果的人 通通都去死 长生天率先出手 好似狂风奏起 无边的威压请客间朝秦浩轩压来 长生天仙树绽放出着人的光芒 一道道青色橙色的灵法冲出 冲斥了整片天地 漫天的灵法急速旋转 仿佛牵动了天地之力 引得风云变幻 威压如天 秦浩轩眼中却没有那些灵法 经过两次天人合一的意向 他对天地大道的理解更甚 再加上他还未道道果境 就已经彻悟道法自然的境界 令秦浩轩周身泛起无边的道运 他抬起左手 天地灵气漠然而至 日月星辰仿佛都为之阵战 秦浩轩的左手 散发着柔和却又强悍的光芒 轻轻一挥 仿佛奏语冲刷 顷刻间将长生天打出的漫天灵法抹去 原本风喜云涌 天地大变的孤月山 在瞬间恢复了风轻云淡 一道道柔和的道法气息流转其中 无数人惊骇 秦浩轩竟然在举手投足间 削去了长生天无边的杀鸡 这是怎样的力量 他究竟强到了什么地步 长生天朝天大和一生 全身光芒竟然再次变得炽热 他所站的那块地方 仿佛成为了独立空间 骇人的力量疯狂乱窜 炽热的光芒凝聚于他的掌心 那光芒之中 蕴含天地大道 他才先轮静 竟然能够打出道法 长生天竟然施展出了自己的秘法 很多人都为长生天动容 这才是年轻一代的强者 能够动用无边力量 更能在未入道果境之时 打出如此强悍的道法 轰 长生天的道法 如同一团炽热的太阳 攜带天地之威 猛然朝秦浩轩宫去 秦浩轩立于原地 一动未动 他眉眼间占异欲浓 全身力量都在沸腾 单手扶过虚空 大道于心间迸发 一道比长生天更加耀目 更加炽热的光芒 从他掌心而现 攜带着碎裂天地之力 骚然射出 轰 两道道法碰撞 碎裂 虚空都在这两道道法的轰击中 连连阵战 将来大跃崩于前 而面色不变的长生天 俊美无仇的脸上 罕见地出现了惊讶 这秦浩轩 比我想象的更强 围观之重 很多人都在 秦浩轩与长生天 激烈的碰撞中 因为产生的巨大力道 而灵气乱窜 脸色苍白 他们骇然发现 秦浩轩的强大 早就超出了想象 没有想到 消失了数年的秦浩轩 再次出现的时候 实力丝毫不输天骄 太可怕了 秦浩轩真的太可怕了 与长生天这样 无上大交的宠儿 都能战成这样 不知道 这是不是他们最终的实力 当然不是 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 长生天再次出手 他昂首而立 全身光晕 愈发浓郁 无边的力量 从他身上迸发 瞬间 长生天祭出了一颗道果 干他娘的 竟然是道果 长生天不过先伦静的修为 怎么可能可能拥有道果 所有人震惊 虽然长生天祭出的这颗道果 并不是黄金道果 但是上面散发出的力量 却另一片虚空都呈现下去 无比强大骇人 不对 有人看出了异样 他祭出的这颗 是修为达到道果境强者 斩下道果送给他的 什么震惊 无比的震惊 身上有一颗道果 那就相当于带着一个 道果境的强者 异常可怕 几乎可以说是先伦静无敌了 长生天祭起自己身前的道果 刹那间 天地中的气象都变了 空阔的天空 瞬间涌起无边的云海 大风狂舞 汪洋一般的力量 从长生天身前的道果中现出 那颗道果 急速地飞转 无数道法流转其上 骇人的力量喷涌而出 令天地万物都为之战动 顷刻间 长生天意掌拍向了道果 无边力量汇聚成一条汹涌的大河 带着吞噬天地万物的杀意 凶悍无比地朝秦浩轩袭去 秦浩轩面色冷凝 到新种魔大法在瞬间运转起来 他全部的血液都因为战役而沸腾 无边的战役 刹那间汹涌而出 若是你自己修出的道果 那我确实怕你几分 可这道果乃是他人之物 借去外力 我怕你作甚 轮回生死硬责人而出 骇人的力量 如同能够撕裂天地的魔神出世 一黑一白 象征天地阴阳 凝聚天地之力 猛然打出 轰 剧烈的力量震动 将不远处的一处小山 都请客间移为屏蔽 这一瞬间 所有人震惊地不能言语 长生天怒吼一声 向来感情波动都极少的他 竟然被秦浩轩击出了无边的怒火 刷 长生天的身前 竟然被祭出了三颗道果 天啊 长生天竟然带着三颗道果 一颗道果就已经令众人惊诧 三颗 直接让他们惊呼出声 到底是谁 对自己这么狠 竟然斩下了三颗道果 斩下自己的道果 这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 一个不小心 甚至有可能令自己修为全师 成为废人 可是 长生天身上竟然有三颗道果啊 完了 秦浩轩这下 胸多极少 所有人都觉得秦浩轩输定了 秦浩轩看着祭出三颗道果的长生天 面色依旧淡淡的 只是多了一丝杀气 你有道果 本作便没有底牌 刷 秦浩轩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红白相间的面具 多年来的研究 秦浩轩很明白 每当戴上这面面具 自己便可以从面具中借到力量 一种极致的力量 为战而生的力量 当日面具秦浩轩杀的万教仙以血流成河 今日 秦浩轩不被心魔左右 戴上面具战力更是暴涨 他全身的气势骤然而变 犹如杀神降落 骇人的杀意汪洋般肆意而出 天地变色 万物哀鸣 秦武等人看着这样的秦浩轩 全身的战意都被激发出来 他们血液沸腾 眼中献出奇异的光芒 一副跃跃欲试 与秦浩轩大打异常的样子 轰 秦浩轩再次挥手 直接在众人之前第二次画出一道金色的直线 故此献者 斩 他的声音 仿佛来自远古战场之上 带着无边的杀意 令所有人心头大颤 那条金线 就在众人脚下 霸气而害人心神 在这一瞬间 所有人才明白 刚刚的秦浩轩根本就没有施展权力 这才是他 嚣张霸道到如此理所当然的地步 而众人脚下的那条金线 就是秦浩轩 就是秦浩轩严厉的警告 这一次的对象 不是长生天 而是他们围观的所有人 这一刻 不论是姬武等天之骄子 还是那些想着简陋的众人 全都不再妄动 因为他们相信 秦浩轩并不是在威胁 如果上前一步 也许真的要横施当场 真是想不到 当初引他入心魔的东西 竟然成了他提升实力的一个契机 真的太可怕了 秦浩轩 你还有多少令人想不到 所有人在秦浩轩冷冽的气息下 不敢言语 长生天全身气势大圣 好似狂怒的战神 无边的力量搅动天地 让人感觉这座山峰都要被摧毁了 一直跟随在长生天身后的长生格弟子李庚 看了看相互对峙 几乎要将天地搅翻的长生天 秦浩轩二人 他面色凝重 对长生天道 师兄 停手吧 如果真的打下去的话 数赢难说 很可能落得两败俱伤 就算赢了 我们这里又有这么多不适出的高手 到时候如何去抢黄金道果 而且 我看秦浩轩情道友也觉非泛泛之辈 我们长生格又何必为他人做嫁衣 李庚这番话 将当前形势分析得非常透彻 长生天也不是刚愎自用之人 他只用了一瞬的时间来思考 下一瞬 便大手一挥 将身前的三颗道果收了起来 长生天系是害人 如同烈日一般要目的光芒 令很多人都难以直视 他与秦浩轩面对面的对持 轻缓的开口 声音带着如山般的威压 以及冷冽的杀意 第1075章自古城先一条路 秦浩轩 你的做法非常不明智 今日你与我作对 明日我就能将你们门派弟子全部杀死 没有人怀疑长生天话中的真实性 他是无上打交的交子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灭掉一个区区千年教派 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 秦浩轩全身气势突然一立 整个人如同地狱中走来的修罗 杀意无限 充满血腥 他直直看着长生天 没有丝毫的巨异 秦师弟 你真是太冲动了 这是何必呢 秦浩轩还未开口 慕容超表现出一副非常担忧的样子 对他说道 我们何必为了一个女人 得罪长生阁这样的无上大叫 这是为我们门派惹祸啊 对秦浩轩说完 慕容超便带着一副温和 却充满歉意的声音 对长生天道 窦师兄 我们门派真的没有与你们为敌的意思 您也消消气 不要跟我秦师弟计较 更不要伤害我们太初教的弟子 你们怕吗 秦浩轩没有理会还在叙叙叨叨 想要找窦千山套警乎的慕容超 目光直觉越过他们 转头看向了一直都在的太初教弟子 朗生问道 我们不怕太初教弟子的目光 甚至都不屑于落到慕容超的身上 他们同样眼中带着光亮的看着秦浩轩 一字一句 铿锵有力的回答 那四个字 声音高昂 带着无尽的战意 与身为太初教弟子的骄傲 直透九天 慕容超瞬间脸色变得长红 他觉得这一刻所有人都在讥讽地看着自己 难堪 羞愤 还有浓浓的恨意请客间汹涌而来 秦浩轩 你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羞辱于我 我慕容超定于你 事不两立 秦浩轩看着太初教弟子的眼中 带着满满的赞赏 他眼眸一转 看向长生天 戏势凌厉无比 好似一把出鞘的宝剑 锋芒毕露 直指消汗 我太初教弟子 若是真的死人 只要被我察觉是你干的 那么 上穷必落下黄泉 我也要将你斩灭 长生天星头一阵 真的感觉到秦浩轩的杀意与强悍 只是有成仙机缘在眼前时 管你是什么万教屠夫秦浩轩还是谁 当我者 通通都去死 秦浩轩 身为强者的骄傲令长生天 绝不允许自己退却 他冷冷看了眼神前的金线 再次祭出了手中的三颗道果 一时间 风起云涌 天昏地暗 奏语将至 不愧是长生天啊 很多人都在感叹 遇到戴着面具的秦浩轩 都能够无所畏惧 怪不得会被称为当今万教仙怡第一人呢 是啊 总比那些被一道献就给喝住了的天娇强啊 以前还说难遇的鸡舞能够与长生天比肩呢 不过看看现在 泽泽 他竟然被秦浩轩画出的一道献给喝的都不敢动了 他们 看来真的是名不副实啊 只会跟着长生天后面 捡便宜 一众天娇 在这一刻被众人挤兑的不行 他们面色非常难看 也知道 如果再不出手 明天 他们很可能就成为整个万教仙怡绩效的对象了 而且 刚刚秦浩轩画出的那道金线 是在跟所有人挑衅 如果不回应他的挑衅 他们这些天娇 日后又该如何自处 在气势上就输了秦浩轩一头 彼此对视一眼 难遇的鸡舞 普光无上交的玉莹仙子 妖族的几位爵士高手 纷纷祭出了自己的法宝 目光不善地看着秦浩轩 刷 小刺猬从秦浩轩身后出现 要与他并肩而战 小刺猬祭出了自己的万道见光 锋锐的光芒带着着人的冷意 指向众人 他嬉皮笑脸灌了的脸上 露出了冷冽的杀意 一双圆圆的眼睛 直直盯着你是 竟然能够激起人心底的巨异 老秦 看来这次我们要大打一场了 小刺猬瞇了瞇眼睛 秦浩轩笑了笑 眼睛略略扫过蠢蠢欲动的诸位天骄 淡淡的 却带着好似高山一般的威压 直到这个时候 众人才发现 万剑大仙 并不是如同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弱 一直以来 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 这万剑大仙不过是打着秦浩轩名头 狐假虎卫的小刺猬罢了 虚张声势他还是可以的 但真正动手 那便真的只剩下呵呵了 半点高手的气度都没有 可是 如今众人才发现 大家都错了 这站在秦浩轩身边的小刺猬 耀眼的令人心惊 那以自身力量幻化出的万千见光 仿佛带着九天星辰的无边光芒 一丝丝的道运流转其上 风锐无匹 战役无限 杀气沸腾 只有数年来 一路与秦浩轩同行的太初教弟子知道 现在的小刺猬 早已不是以前的他了 现在的小刺猬 完全当得上万剑大仙这样的名号 这几年来 秦浩轩遇到的奇遇 小刺猬也全部参与 无论是杀海夺宝 还是显地脱身 甚至是跟着江紫白学习 那种从无数生死危险中历练出的战役 令小刺猬对于大道有了自己的理解 他成长得非常快 甚至在这几年中 走出了自己的道 真正的万剑之道 太初教众人看着与秦浩轩并肩的小刺猬 心中非常欣慰 秦浩轩向来都是孤身作战 以前还有刑能与他一起 可是自从刑受伤之后 他无论遇到多大的危险 总是一个人撑起所有 对抗所有 虽然教派中 也有精彩绝艳的子种 但是 为了保护许宇跟张狂 太初教的弟子很少让他们真的出手 生怕被被人看出其他 真好 现在有了万剑大仙 秦长老他不再是一个人了 终于有人能够站在他的身边 帮着他了 真是没有想到 当年一只小妖 竟然成长到如此强大 是啊 不过我想多半也是秦浩轩的原因 如果想要跟上秦浩轩这样的人 刀山火海都要走遍 不提高自己的实力 怎么能行 众人看着秦浩轩身边的小刺猬 轻声感叹 小刺猬身上那股一往无前 不惧天地的气势令他们心惊 门星自问 还在围观的众人 是真的没有那股气魄 小刺猬活动了一下自己的手腕 眼皮一抬 看了看长生天 对秦浩轩说道 我们先杀长生天 然后再依次解决其他的 长生天看着身前孤零零的秦浩轩与小刺猬 心中非常不解 他飞扬入病的长眉唯唯一动 霸道无比地问秦浩轩 你为什么要给秦浩轩做狗 为了那套星海宝剑吗 你若是跟着我 我一样能够给你好处 长生天的声音铿锵有力 直透人心 将狂舞而过的大风都瞬间击碎 秦浩轩站在秦浩轩的身后 听到长生天这句话之时 如画的眉眼中 献出淡淡的激凤 太初教的弟子听后 则是一派义愤填膺 对长生天怒默而逝 长生天太骄傲了 这样侮辱人的话 在他说出 却带着令很多人振服的霸道 秦浩轩只是倾笑叹气 人的际遇不同 培养的世界观也是不同 这长生天天赋一柄 一生走来虽也遭遇各种生死大战 但旁人对其态度 却更多的近视捧着他 李自小便是天骄 走的路就是别人处在低洼供奉你 李高高在上 俯视楼椅一般看着他人 秦浩轩淡淡地开口 我走的路与你不同 我一出生便是常人 即使接触了大道 也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走下去 但是 在我们常人的路上 是有朋友的 为了朋友 我们什么都可以去做 长生天笑了 总有人以为自己只是高高在上 不懂民间疾苦 自己也一样入红尘名便先凡 自己也一样化身凡人游走凡间明目一切 这秦浩轩既然如此看自己 那也不过如此罢了 秦浩轩 什么是朋友 我本以为你是个成熟的天骄 现在看来 你太嫩了 居然还相信朋友 长生天轻轻摇头说道 今天我便免费给你上一课吧 昨日的关系 会因为今日的情势不同而改变 所以 你和我的路是不同的 秦浩轩看着长生天 把头连连摇动各不停 不 我们的路是相同的 都是成仙 长生天气是骇人 声音突然拔高 那瞬间 狂风骚然而起 孤月山巅峰的树木都在速速阵战 而成仙 只有一条路 九天之上 层云翻滚 闷雷阵阵 长生天 理这话变错了 有没有朋友 与强者弱者没有关系 五道声音同时传出 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五个人在说话 却又奇妙的感觉 好像一人在说话 众人纷纷看像说话之人 然后惊呼出声 竟是王家五兄弟 什么 他们竟然也来了 传说王家五兄弟 组阵无敌 对于正法研究之精妙 世间含有对手 众人的视线中 是五个穿着一模一样的修仙者 他们无论神态还是表情 都奇异的相似 单独论其中一人 也许感觉并没有什么 但是当他们五人站在一起之时 那股傲然世间的气势 究竟显无疑 真的是他们 第1076张南山公子南山南 王家五兄弟 从老大到老末 分别叫做王一 王二 王三 王四 王五 非常好记 谁也想不到的是 他们竟然开口反驳长生天 王家五兄弟 虽然全都资质一般 但是对于正法 却有非常独到的天赋 组阵无敌 可占天骄 为官之人中 有人点评五兄弟 王家五个兄弟并排而战 王一平凡的五官上 带着温和的笑意 他道 拥有朋友是人生一大快事 那会让你知道 不论你走多远 总有人牵挂殿念 无论你身处多大风多大雨 总有人会披荆斩棘 风雨无阻而来 无论你是春风得意 还是潦倒困惑 总有人与你一起分享 那些欣喜或者苦难 对酒当歌 腰育而舞 人生的一知己足矣 王一神色谦和 无比平凡 但是脸上带着的笑意 却很满足 他对长生天道 当然 你这种不曾拥有的人 是不会懂的 很多人对王一所说的话 现出动容的神色 长生天却嗤之以鼻 他无比自信地说道 你只是说得好听 你们所谓的朋友 只不过是相互利用罢了 王一甚至没有去听长生天的狂言 而是对秦浩轩唯唯一笑 秦道友 我们兄弟非常欣赏你 愿意结交你这个朋友 甚至可以为你提供更多的帮助 比清红莲更多 王二也点了点头 道 只要你将清红莲交给我们 我们王家就是你最忠实的朋友 清红莲在秦浩轩的身后 听着那些人的话 面上的表情却没有一丝变化 一直非常淡定 浅浅的笑意从未消失 秦浩轩看了看王家五兄弟 然后笑了 他摇了摇头 态度坚决 向所有人表明 想要对付清红莲 必须先过我这一关 如果我说 我要你朋友的性命 你会交吗 秦浩轩淡淡地问道 王家兄弟顿时愣住了 哈哈 众人中 有人毫不留情地发出这一声嘲笑 王家兄弟恼怒地看去 那人湿湿然走了出来 他长发高高挽起 露出白结的额头 面如满月 长眉贱目 鼻梁高挺 一身蓝色的衣袍在空中微微浮动 更显那人潇洒而随意 一股率性自然的感觉流露而出 真是一群蠢货 那年轻人非常直白地说道 王家的蠢货们 你们拉帮结派 以利益货人 结识了一群追逐利益的小人 真以为那算朋友吗 这个世上 朋友分两种 一种是利友 商人主利 那样的朋友 跟商人买卖的东西有何区别 而另一种则是一友 一包云天 行义无价 身穿蓝色衣服的修仙者 眉梢眼角都带着激愤地看着王家兄弟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朋友 你们所以为的朋友 不过是利友罢了 而这位原情道友需要的 却是一友 那人朝秦浩轩为为一个汉手 面带笑异地说道 区区不才 非常欣赏情道友这样的真性情修士 今天愿为你震一下场子 王一直接暴怒 见那人行单影之 又面生得很 向来不是什么大人物 于是狠声道 你算什么东西 以为自己是谁 也敢在这里放话说阵场子 那蓝色衣袍的修仙者 唯唯一笑 犹如春风乍起 谦和而友善 他轻轻说道 认识我的人 都喊我一声南山 南山 在南山报出名号的瞬间 有人失声惊叫 为官之人也顿时产生了一阵骚动 竟然是南山 传言中的南山公子 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南山公子 南山公子 真的是他妈 十数年前突然崛起 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强者 十数年来 世人也鲜少见过南山公子的真容 直一声四起 据说 南山公子手中 有一座真山便是换作南山 他也因此的名 这人真的是南山公子 哼 他嘴巴一张就说自己是传说中的南山公子 怎么证明 有人不服 玉莹仙子身边的是女冷笑 就算是真的南山又怎么样 谁都没见过他的真正的实力 如果他的名声是吹吹出来的呢 季武身边的弟子也非常讥讽地说道 姑娘说的是 就算我们杀不死秦浩轩 难道还弄不死这么一个家伙 杀了他 两人怒喝一声 想要出手将南山杀死 南山面上笑意不解 但是这笑容中 却多了一份肃杀 哼 他右手一伸 四座高山骚然而现 分立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高山或者骑血 或者雄骏 甚至有一座奔腾的火山 与白雪矮矮的雪山 四座高山 气势非凡 威压如天 带着令人心颤的力量 压得虚空都在抖动 南山眉眼一动 位于南方的那座高山腾空而起 天地连连震战 在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那座高山 直接将刚刚出口不驯的二人阵列而死 只是刹那间的事情 既无与玉营仙子身边 便多了两滩血雾 直到这一刻 所有人才明白一件事情 这个南山 比传闻中的还要强 还要狠 灭杀两人 看起神情好似捏死了两只虫子一般 狠角色 秦浩轩心头狂跳 此人手中法宝厉害不说 这举手杀人的手段 比他那法宝还要强横 南山杀人面色不变 唯唯仰手那座高山飞回 被南山如同收法宝一样揽入手心 他眉目温和 却又自有一番气势地扫了众人一眼 南山公子 果然名不虚传 王家五兄弟抱拳中向后倒退 刚刚那一瞬间的出手 他们已然明白 这南山并非那么容易招惹的 小刺猬看着南山手中的四座高山 眼中兴趣昂然 问道 话说 你有四座山 为什么不叫四山公子 南山玩耳一笑 因为我只练画了南山啊 其他三座山还未为我所用 在小刺猬与南山聊天的时候 金县那边的数位天骄彼此对视一眼 虽然现在秦浩轩那边已经有了三个人 但是他们依旧有能力与之一战 三颗黄金倒果 足够冒险一战了 南山感受到突然紧绷 一触即发的气氛 收敛了一丝笑意 如水的双眸中也露出了丝丝冷意 你们还要打 真行 南山看着众人 淡淡地说道 但是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天荒海 无尽海语 极道魔修的那些人 已经得到了召唤 要去仙英灵 但是既然你们要打 那就打吧 至于那些天大的机缘被别人拿走 也不用在乎了 长生天等人彼此对视一眼 好像得到了什么约定 然后全都收敛起了全身的战役 青红莲对秦浩轩唯唯一笑 束手一挥 九天之上竟然飞来一艘百丈长的大船 那艘船无比威武 周身相牵比走龙蛇的奇异的符文 强悍的力量从中溢出 只是一丝丝 却能令所有人都倒吸一口气 那绝对是他们无法想象的强者 印下的符文 众人纷纷上传 秦浩轩对南山拱手一笑 今次之为 还是多谢南山道友了 南山连连摆手 笑着道 哪里哪里 其实我也是想抢先一步 不要落于天荒海那边人的身后 说什么帮忙 也是机缘凑巧而已 看了看秦浩轩身后 朝他们走来的青红脸 南山朝秦浩轩微微一笑 看起来 你与青红仙子也好久不见了 我先去休息休息 就不打扰你们叙话了 说完这番话 南山便潇洒地离开 找地方休息去了 秦浩轩望着南山的背影微微皱眉 这人为何突然帮忙 他到底在想什么 是真心结交 还是想要借此认识 结各善缘 青红莲一身轻衣微微浮动 眼角含笑 艳若桃李 在云海之中 仿佛翩然而来的真心 美丽而圣洁 吸引了秦浩轩的注意 小刺猬看到这种情况 也闪到一旁 去跟南山公子聊天去了 想要套点话出来 取久不见 你这些日子过得怎样 秦浩轩想起之前的船音 好像与现在的青红莲相差甚远 青红莲扶了扶鹅角的黑发 脸部轻膜 来到秦浩轩身边 带着叹息的轻声说道 我还不错 这艘船还有那神秘人 又是怎么回事 秦浩轩望望望一直跟随 在青红莲身后的那几人 眼眸中献出疑惑 青红莲的眼睛透过云海 望向更远处 就知道你要问这些 说起来 也算我运气好 果然间找到了一个 无上大娇的传承 秦浩轩微微惊讶地看着他 眼中带着欣喜 见秦浩轩的样子 青红莲心中更晚 他曾经的失门 好友 都曾因为得知自己的际遇 而存了杀人夺宝的念头 将自己追得几乎陷入绝境 不过 还好 有他会为自己真的高兴 那是那无上大娇真正的传承 经过了数十万年的岁月 流传至今 青红莲对秦浩轩没有半私防备 将自己的际遇全部说出 除了无上大娇的传承 我还得了三颗黄金道果 就是长生天想找你抢夺的那个 对 不过黄金道果已经被我恋化 而且 有你在身边 我谁都不怕了 青红莲看着秦浩轩 眼中带着全心全意的信任 我会护你安全 秦浩轩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却带着无与伦比的强大 我知道 青红莲怎么也忍不住心中的喜悦 脸上的笑意不由自主地加大 第1077章道公义衍生死结 青红莲看了看自己身后的几人 对秦浩轩道 那的无上大娇的传承者 数十万年前 将自己的侍女封在了仙石之中 仙石 秦浩轩挑眉问道 对 不是零石 是真真正正的仙石 当今之事 也没有几块 当我得到 那的无上大娇传承的时候 他封印的仙石便自动脱落 而那三个侍女也从沉睡中醒了过来 秦浩轩看着他身后的三个女子 他们每一个的修为 站立都不弱于自己 身上带着古老岁月之前的气息 强大而谦和 按你说的 那个传承者应该非常强大吧 秦浩轩好奇地问道 青红莲点头 他面色也严肃了一些 那人的确非常强大 可以说手段通天 我根本看不出他强大到了什么地步 不过 据他自己说 他已经半步先王境界 不过 遗憾的是 他还没有达到先王的境界 就陨落了 秦浩轩想起九座道工的江紫白 已经强大成他无法想象的样子 青红莲口中的那个无上大教传承者 应该比江紫白还有强大吧 能够达到那样境界的人物 真的太可怕了 我得到传承之后 自己的仙种也被洗涤了 青红莲微微笑着 日光披露在他的身上 宛如真仙衣般美好 虽然还是赤色仙种 但是跟之前完全不同了 朝着无暇仙种退化 真的 恭喜你啊 秦浩轩真心为青红莲感到高兴 青红莲面色浮现一抹红韵 但他强装镇定地说道 谢谢 因为我得到了青云宗的传承 相当于格式传宫 而沈穆真人在生前在青云宗倍分极高 所以青云宗的人都选择了对我臣服 真没想到会有今天啊 好像昨天我还是金旭殿的企图 被他们追杀得无处可去 今天就得到了一个无上大教的传承与支持 青红莲望着云层下浩渺的大地 感叹地说道 青红 你一定受了很多苦 秦浩眉风促起 眼中闪过联席 青红莲心如肋骨 面上红霞更盛 没有你 我走不到今天 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庆幸 庆幸自己得到了这些 只有变得更加强大 我才有资格与你并肩 秦浩轩 你成长得太快了 我不想自己日后只能仰望着你 所以我会努力 努力地让自己跟上你的步伐 秦浩轩看着现在神采飞扬的青红莲 心中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下 然后他想起了什么 从龙灵剑中取出一枚青色的琉璃簪子 簪子线条清外 通体清脆欲滴 仿佛一只探出头的霉干 带着倔强的骄傲与美丽 整个簪子简洁大方 没有多余的修饰 展露着最纯粹的美 道道流光闪过发散 天地灵气都与之呼应 清红莲满眼的惊喜 睁睁地看着眼前的秦浩轩 秦浩轩挠了挠头 说道 这是我在一处无上大教遗址中找到的 感觉非常适合你 当时就想着送给你 却一直没有机会 所以一直留着 现在终于能够给你了 清红莲感觉自己心中的喜悦都要溢出来了 他整个人都散发出一股明艳的光芒 清红莲轻轻一个歪头 对秦浩轩道 他真漂亮 我非常喜欢 你能帮我戴上吗 秦浩轩没有犹豫的点头 好 放肆 不准动我们少主 刷 几道杀气漠然袭来 秦浩轩神色不动 左手一挥 便将那些刚气消于无形 秦浩轩三个侍女持见而立 面色非常不善 领头之人冷冷道 再次警告你 不要动我们少主 你不配 清红莲的脸上一下子变得非常难看 猛然回头看向他们 凌厉的气势轰然而出 他冰冷地对那些侍女说道 你们才是放肆 不准对秦师兄无礼 若是以后再让我看到你们这样的态度 不要怪我不留情面 三个侍女看着这样的清红莲 心中震惊不已 纷纷收起了手中之剑 请客间跪下道歉 少主 是奴婢们冲动了 见他们如此 清红莲的脸色才好看了一些 随意挥了挥手 让他们起身 看着面对秦浩轩之时 双目满含柔情 面带笑意的清红莲 三个侍女心中久久无法平静 我们的少主 平时脸上连表情都非常少有 仿佛雪山之巅最圣洁最寒冷的雪莲 高傲而不容清净 就算是教派内最优秀的娇子 也得不到他的青睐 可是在遇见秦浩轩的时候 却好像变了一个人一般 此时 飞船正好越过一座高山 突然遭受了袭击 一只无比巨大的金色大手 从高山之下漠然而出 轰然拍向了飞船 轰 船请客间剧烈颠簸了起来 众人只觉得全身血液翻涌 灵气乱窜 一级之下竟然有猴头饭甜 想要可血的冲动 怎么了怎么了 那是什么 尖叫声响起 众人心头大惊 纷纷朝下看去 那只金色的大手 一级之后 不再追及 缓缓没入了云海之下 虽然还未看到真正的行凶者 但是秦浩轩能够感受到 那人最起码有到果径巅峰的修为 整艘船在被大手击中瞬间偏离了既定的轨道 紧接着大船突然间绽放出无边的滑彩 一层层的金色符纹腾空而起 旋转排列 最后形成一双巨大的翅膀 稳稳地撑住了船身 然后再次回到了轨道之上 这次突然被袭 令众人原本狂热的心情渐渐冷却了下来 他们望着前方浮浮沉沉的云海 一时间有些沉默 大船行驶的速度非常快 一座座山峰浮光掠影地从他们脚下闪过 突然 一阵令他们心慌地悸动从脚下的万丈深渊传来 小心 一道浓黑的影子骚然从深渊之下射出 刹那间来到了大船之上 没有给任何人反应的时间 等所有人注意到的时候 大船速度已经变得非常缓慢 好似驮着一座高山 在艰难的前进 秦浩轩宁目望去 船头之上立着一个妖鹰 那妖鹰身高两尺 面如牛 身如虎 背身一双翅膀 遍体坚硬如同钢刺一般的毛发 通深暗沉沉的红色 面目猙獰 双眼泛着凶光 一眨不眨地望着众人 秦浩轩心中一领 他能够感受得到 那妖鹰身上留着上股凶兽穷奇的血液 那妖鹰虽然身量不高 但气势害人 汹涌的威压将整艘船笼柱 一些修为低下的修饰 都已经面色惨白 站立不稳 这妖鹰想做什么 秦浩轩 青红莲 长生天 他们虽然如同背负高山一般 被妖鹰那威压压的气血 都有些不通畅 但是全都面无畏惧的 只是妖鹰 他们知道 妖鹰在观察他们 这时候不能露雀 否则的话 很可能真的会有一场血战 他们只有完全释放出自己的威势 令那妖鹰知难而退 船身微微一颤 金色的光芒凝聚成衣道道见影 在努力抗拒妖鹰的威压 眼看着大船已经掠过那片深渊 妖鹰突然间动了 速度比之闪电更快 如同一道疾风眨眼而过 在所有人猝不及防之下 伸出了利爪 将离船头掠近的一个修饰猛的抓起 然后俯冲而下 啊 处乎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从大船之下传来 声调之悲惨痛苦 令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 没有了妖鹰的桎 大船速度快到了极致 眨眼间就离开了那座深渊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沿途就已经如此凶险 真是难以想象 前方等待我们的都有什么 虽然两次的袭击 他们都有惊无险地度过 但是那种令人窒息的恐怖威压 还是让他们心有余悸 对前路更加担忧 纵然如此 也没有任何一人放弃 修仙之路向来如此 极大的机缘从来都是伴随着极大的险恶 他们是一往无前的赌徒 或是怀着对自己极大的信任 或是寄希望于那一丝半点的运气 所有人都义无反顾地走在这条不知终点的修仙大道上 云海翻腾 大船激起的气流冲向两边 蔚蓝的天空露出灵星的边边角角 刹那间再次淹没于云海之下 一路行来 所有人心神都没有放松 所以当那股铺天盖地比之汪洋 都要浩瀚的威压袭来之时 他们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了 太可怕了 好像天都要压下来一样 无边的威压 倾覆了天地 一个完全被光影笼罩的修仙者 仰卧于一朵金色的云朵之上 当大船从他上方驶过之时 那修仙者顿时发出一声不悦的冷恨 好似天雷骚然而至 整个大船被那一声冷恨阵的左右剧烈晃动了起来 数个修为不高的修仙者顷刻间吐血而亡 无数金色的符纹猛然从船身飞出 堪堪稳住了船身 秦浩轩等人被惊出冷汗 他们心中大害 船身之下那人 竟然是道恭敬的强者 众人的心脏好像被紧紧地揪住 所有人严阵以待 全身紧绷 这一刻 所有的年轻天骄 忽然感觉自己成为了待宰的羔羊 只要对方想动手 怕是在场没人能跑得掉 那名强者缓缓睁开了眼睛 两道者人的光芒从他眼中站出 无形胜有形 所有人都好像被书座大山压间 气息沉重 血脉不稳 压抑 压抑 空气无比的凝重压抑 秦浩轩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那名道恭敬强者的眼神在长生天 南山公子 自己青红莲等人的身上停顿过 那股无形的威压 令他们有种能被轻易抹杀的心惊 第1078章一夜沉睡十万载 而等 走吧 道恭强者一句话 众人如蒙大赦 纷纷松了一口气 大船急速飞奔 生怕这位道恭敬强者突然间反悔 秦浩宣不解 刚刚那道恭敬的强者 到底想要找什么呢 他显然在找什么 只是不知道 大家认为逃过了一劫还是错过了一段大机缘 或许对方是想要找船程人呢 大船稳健前行 船上的众人却越发的担忧焦急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为什么遇到的危险越来越大 有人结伴来问青红莲 却被青红莲身边的三个侍女挡在了丈远处 青红仙子 你给个明确话 青红莲淡淡地扫了那群人一眼 红唇清洗 声音悦耳却带着一股仿佛高山雪莲般的清朗 自然是去一个有大机缘的地方 诸位如果怕了 趁着还有机会 大可以现在就走 那些人面色长得通红 彼此对视一眼 却还是没有抵得过对机缘的向往 沉默了下来 青红莲轻仪连步 来到秦浩宣身边 朝秦浩宣开口之时 向来冷清的声音中也带了浓浓的暖意 我们要去仙音陵 传闻那里真的有真仙陨落过 秦浩宣微微一阵 真仙 对 青红莲神色悠然 望向被云海遮挡的天空 但是那片林子是活的 行踪不定 难以预见 触目都是有根的 竟然还能跑 秦浩宣略一条梅 莫非他们用自己的根筋做脚吗 接下来几天的行程 也证实了青红莲所沿飞架 他们乘坐的大船 可以说一日千里 却还是接连几天毫无所获 直至今天清晨 他们看到又有数座丝毫不输给他们的战船 从远方飞来 全都朝一个地方驶去 这才跟了上去 最终看到了那片奇异壮苦的仙音灵 天啊 很多人发出惊诧的呼声 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浩瀚壮丽到从未见过的奇景 那是一片郁郁森森望不到尽头的森林 森林中每一棵树都高达万丈 大如成石 汉人心神 无数的巨树灵力眼前 组成了这片根本看不到尽头的景观 随之而来的 是一股能够颠覆天地 令众人难以承受的威压 那种感觉 就好像刚刚长出仙苗的自己 遇到了仙伦境甚至仙音道果境高手之时的武力 在那片巨大的威压面前 他们仿若蝼蚁一般 无比的渺小 这真的是仙妈 秦浩轩面色凝重 感受着这快要无法承受的威压 心中感慨万千 即使已经陨落 可那不可抗拒无法阻挡的威压 却还是充斥了这一片天地 青红莲也直直地望着远处的那片森林 眼中露出惊喜雀悦的光芒 然后他想到了什么 转头对秦浩轩道 那就是仙音灵 在其中的危险极大 谁都不能预测到底会遇上什么东西 但同样的 机遇也是出乎意料的大 秦浩轩看了看青红莲 点了点头 我知道 当心 青红莲还是倾促着眉毛 面容前所未有的严肃 现在你先轮进已满 正是冲击到果境的关键时刻 能够一举冲上道果境固然是好 但是仙伦境与道果境之间还有半个境界 开道花 秦浩轩听出青红莲话中有话 于是也看向了他 示意青红莲继续说 开道花 虽然只是非常短暂的一个过程 但是对于一个修仙者而言 却是异常的重要 青红莲看着秦浩轩 认真地说道 开天辟地以来 凡是修仙之人 在开道花这一过程中 如果没有凝结出黄金道花 是几乎都无法成仙的 但凡成仙之人 定然曾经凝结出黄金道花 而且最少也是三朵 秦浩轩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 青红莲怕自己讲的 无法引起秦浩轩的重视 再次重申 凝结黄金道花不是那么容易 必须要有大机缘 并且能够对仙道 有独特的感悟才能得出 对于能够修炼道 道果径的人而言 非常非常重要 青红莲一双美眸 扫过不远处的长生天 南山公子等人 继续道 你看那些大教中的天之骄子 他们开始修炼道的时间 早于我们 打下的根基也比我们深厚 背后更有无上大教的扶持 所知所得也是我们比不上的 按照他们的天赋 应该早早就能够进入道果境 但是他们没有 他们在等那个巨大机缘的出现 他们在等能够修炼成黄金道花的契机 秦浩轩面色平静 语气也很平淡 青红莲点了点头 直直地看着秦浩轩道 对 他们等的就是一个契机 纵然是我 修炼了三颗黄金道果 照样也想明出黄金道花 而你没有黄金道果 你一定要凝出黄金道花才行 不然 你便会被他们拉开距离 秦浩轩慢慢地点了点头 他自然知道 修仙路上万般险阻 想要探索那的顶点 必然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 先英灵周围 几块隐藏非常隐蔽的镜子 微微闪了闪 万教仙仪之外 修仙界众多门派 都通过映射在光幕上的影响 看到了秦浩轩一行人 接近了先英灵 顿时 很多人面上显出激动的神色 先英灵 竟然真的是先英灵 竟然真的被找到了 我弟子这次是遇到大机缘了啊 就连上官林峰也瞪大了眼睛 在秦浩轩那一行人中 也有他门下的弟子薛玉章 而他身旁的黄龙 相比于身边众人的激动 却显得非常的平静 甚至是有些冷 如果细看 还能发觉 黄龙的面色很差 赤链子站在黄龙身后 紧缩的眉头一直没有松开 巨大的隐忧缠在他的心底 令他的心一直悬着 为了应付那些借着除谋味道的名号 想要秦浩轩命的教派 掌教已经连战数十场 虽然斩杀了很多人 看起来威风无比 但是他的身体根本吃不消 赤链子的目光转向另一片光幕 那片光幕上 那是万教仙仪仙英灵外面的异处场景 光幕上 有书个门派联合的弟子 正在布置着绝杀大阵 赤链子早就认出了那些人的门派 那就是前来挑衅黄龙 却被黄龙杀得七零八落的几个门派 看他们的样子 这是想在秦浩轩出来的时候截杀他 赤链子在心中叹了一口气 太初教现在看来风头无了 万教仙仪内有出色到引起所有人注意的秦浩轩 万教仙仪外有战力无穷 连战数十场却未尝一败的黄龙 可是真相啊 真相是黄龙寿命无多 各大教派都对秦浩轩虎视眈眈 黄龙看着映照着仙音灵的光雾 眼眸深沉难测 面如深渊 他刚刚看见了几个万载大教 甚至无上大教的道果敬弟子 进入了林子之中 这不由得令他心中升起了警戒 虽然那些道果敬的人并非顶级天才 相反只是来辅佐那些教派教子的 但是照样不容小觑 黄龙不得不为秦浩轩担忧 因为无论是外面这些教派掌教的平平互动 还是万教仙仪内那些教子的举动 都令他怀疑 那些人将要对秦浩轩不利 有了道果敬修为之人的辅助 那些所谓的天之教子想要截杀秦浩轩 还是非常容易的 而更令黄龙心中沉重的是 前几个月从这仙音灵中看到的景象 在林子深处 洛雁派的弟子曾经误入一片之曼粗壮 这天蔽日的林子 从而阴差阳错地唤醒了他们门派上一次进入万教仙仪 却被封印在了巨鼠之中的弟子孔鱼 那弟子孔鱼 身长八尺有鱼 健眉心目 力量高挺 俊美异常 通身气度非凡 想来几十万年前也是一代天骄 但是经过数十万年的封印 破印而出的他目光略显呆滞 仿佛不能适应这新的世界一般 整个人看起来很是木讷 值得一说的是 洛雁派在上一次万教仙仪开启之时 还只是一个五千年的小教派 而经过数十万时间的洗礼 现在的洛雁派已经是修仙界举足亲众的无上大教 带领洛雁派弟子进入仙音灵的正是他们的天之骄子卢阳 虽然孔瑜曾经也是一代天骄 在这经历奇特 历经数十万年而不死 但是他一开始的表现却非常的平庸 修为也只是停留在被封印之时的先轮进十轮 洛雁派的领头人罗阳 此时却已经先轮进满轮了 因此孔瑜虽然辈分高到令所有人都惊骇 但是却没人把他当回事 甚至被一向骄纵目中无人的罗阳当作小弟一样呼来喝去 几个月下来 原本还对从巨树中破封印而出的孔瑜 有一些崇敬的洛雁派弟子也对他鄙视不已 在他们看来 那样大的奇遇 却还是这么废渣 真是令人看不起 所以当变故发生的瞬间 所有人都震惊到无以复加 那天 洛雁派弟子寻到了一棵无比巨大的树木 树身上有一个等人高的大洞 洞中营引有光滑流动 甚至有些圣洁祥和的气息从中流露而出 洛雁天骄罗阳知道 自己找到了凝结黄金到花的机会 他需要找一个钱去探路 这个探路的人选 他自然放在了孔瑜的身上 以 进去看看 第1079章先言选人你我他 大奇遇 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一件值得激动的事情 罗阳激动的同时 却还保留着理智 很是小心地选择他人前去冒险 而孔瑜则是最好的选择 一直以来都逆来顺受的孔瑜 在这一刻无视了罗阳的命令 甚至连眼神都没有分给罗阳 他不需要说话 已经用行动告诉了所有人 自己的打算是什么 抗命 罗阳对孔瑜实在没什么感情可言 大家虽然都是同一个宗门 但对方不过是很多年前的人 大家相处起来 谁也不会觉得谁亲切 你打算抗命 罗阳眼睛眯缝 你这种根本上时代的东西 这可是给你最好的机会 孔瑜仿佛老僧入定 眼皮都没抬一下 见骨头 不吃好饭 罗阳神色一领 伸手就要将孔瑜推进去 孔瑜终于动了 他抬眼看了眼罗阳 从来都是木讷到几乎呆滞的脸上 竟然有一股令人胆战心惊的冷意 罗阳感觉自己仿佛被死神盯上 全身每一个毛孔都在叫嚣着危险 可是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天地空急一片 没有半丝风吹过 但是孔瑜全身的衣袍都微微飞起 一道道青绿色的符纹 骚然从他体表绽放而出 柔和并不要眼 却冷到了极点 众人只觉得眼前人影一晃 远离罗阳的孔瑜竟然在请客间逼近了他 罗阳最初的惊骇过后 脸上献出狠意 这天蔽日的仙树默然而出 无边的灵气骚然涌来 在他身边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保护杖 同时树道灵法从他仙树之上轰然打出 经过49个仙轮的加持 幻化成一道紫黑色的闪电 携带着令天地都变色的巨大力量 猛然朝孔瑜劈了过去 笔杆对我动手 罗阳怒吼 而这也是他这一生说的最后一句话 彭 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 孔瑜繁胎肉体 没有动用一丝灵法 两只拳头却比金铁都要坚硬 硬生生地撞上了罗阳打出的闪电 并在一刹那将那粗如老树的闪电集成了粉末 轰 巨大的力量波动震着而出 罗阳瞪瞪瞪后退了三步 全身灵气大乱 口中挖得一声吐出了一滩黑血 令罗阳心胆惧害的是 孔瑜仿佛地狱的使者 全身气息冷硬而杀意不止 还没等罗阳求饶的话出口 孔瑜就已经一拳砸碎了他建立起来的屏障 比金铁还要坚硬地拳头猛地再次砸出 用他的肉身 生生将罗阳这个洛燕派的胶子 砸成了一片血雾 洛燕派的弟子震惊当场 刚刚那场单以肉身搏杀的战斗 还停留在他们脑中 看着云淡风轻 全身气势外放 犹如战神心灵的孔瑜 一时间众人双骨颤颤 脸色惨白 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虽古人 却非废人 之前不过是在消化时光感悟 跨越万载众见天日 时光与我的作用 与我的感悟 你们不懂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洛燕发展壮大 尔等的心却脏了 今日我便教导一番你们这群后辈 孔瑜的声音平淡 带着令人胆寒的温度 吐出这句话 洛燕派弟子没有一个敢说不 想起洛燕派从仙音灵中解封的 那个天才弟子孔瑜 黄龙眉头紧锁 当他看到孔瑜单平肉身 斩杀一个仙轮进49轮的天骄之时 也非常的震惊 没有用灵法就可以斩杀一个 仙轮进49轮强者 如果用了灵法呢 要知道孔瑜打出那几券之后 全身气势异常惊人 甚至可以怀疑 他的修为已经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 急速地到达了满轮 甚至比之更高 如果孔瑜使用了灵法 那岂不就是仙轮进无敌 甚至可以跃及杀到果境的修士 拥有这样的一个对手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万教仙怡中能人辈出 天才弟子难以计数 令黄龙诧异的另一件事 是他曾在一张光幕上 真真正正地看到了一个古派的弟子 大弟子身穿僧袍 头点六个烧香疤 金光透体 远远看着仿佛一世独立的佛陀 黄龙一眼就看出 那是古教小自在天的弟子 当时他也惊诧万分 完全没有想到 万教仙怡中竟然会有古派的弟子 虽然只是看到了那古派弟子的背影 但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感觉 还是通过光幕丝丝缕缕缕的传了出来 那个古派弟子出现的地方 是一个巨大的湖边 湖水碧绿透彻 却死气沉沉 没有半分生机 湖中央有一处小岛 鲜雾弥漫 水气阴晕 完全看不出小岛的样子 那片湖水 只是透过光幕看 就有一种令人几倍发寒的战力感 飞鸟不过 由于不生 整体透着诡异的古怪 可是 那个古派的弟子 却好似闲亭信不一般 轻易地踏了上去 他的脚下 一步一步 生出了朵朵金莲 一道道佛法紧扣其上 将整片几玉沸腾的湖水震住 而那弟子脚踩莲花 看似缓慢 其实不过几席时间 便进入了湖中心的岛上 将一件物品揣入怀中 这才再次返回 虽然完全无法看清 那古派弟子拿的是什么 黄龙也敢肯定 能够被古派弟子看上的东西 绝非凡品 从光幕中看到的孔鱼 与古派弟子 令黄龙深深担忧起来 他知道 像孔鱼以及小自在天弟子 那样的天才 其实非常稀少 但是修仙界真的太大了 除了这片大陆 更有天荒海不进海那边的人 黄龙也无法保证 进入仙英灵的人 只有这两个强大到变态的修仙者 黄龙凭直觉判断 进入万教仙怡的人 肯定还有比知孔鱼 与小自在天弟子 更加变态的存在 万教仙怡内 秦浩宣与清红莲 他们所乘坐的大船 已经来到了仙英灵的周边 然后他们就看到 一艘一场华丽的大船 从他们眼前急速地驶过 伴随着船上众人狂喜的欢呼 蠢货 清红莲眼皮一抬 清冷美艳的面上献出一丝激风 清红莲话音刚落 秦浩宣就看到仙英灵深处 一片堪比小山的巨大树叶骤然飞出 通体绿光闪烁 携带着令人惊骇的力量 刹那间将那骚华丽无比 刻满符文的战船集成了粉末 战船之上 五亿人幸免 全部化成了飞灰 这一幕 令秦浩宣他们船上的众人 瞬间瞪大了双眼 一股寒意 从脚底腾然而起 传遍全身 太可怕了 这片仙英灵中究竟有怎样的力量 只是一片树叶 竟然能够在刹那间将一艘战舰毁灭 相比于众人的惊讶 青红莲 南山公子 长生天 他们却表现得非常淡定 大船缓缓落地 在大船落地的瞬间 船上一名修仙者吕志和的仙树 突然不受控制的破体而出 顷刻间 仙英灵深处 一道要目的华光冲天而起 无边的祥云从四面八方急速的会拢而来 霞光四射 锐彩分成 大道先光于我产生了共鸣 吕志和满脸激动 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眼中迸发出无尽的光彩 整个人差点因为这突然而来的际遇癫狂 那是我的机缘 那就是我的机缘 是我的 吕志和大叫一声 猛然记起了飞剑 整个人如同离弦的剑斑冲了进去 轰轰轰 吕志和进入之后 大船之上登时又有人先树破体而出 远处身灵之中却没有再次出现滑光 秦浩轩烧远处先树破体而出那人 他激动得大吼 我的机缘来了 我的机缘来了 说完 那人也奔入了林子之中 南山公子若有所思的笑道 看来 这所谓的机缘 有的可以被所有人看出来 有的只能由那有缘者亲自感受 就在这时 秦浩轩体内的仙树 突然震战了一下 仿佛仙英灵深处有什么东西在与其产生共鸣 牵引着他 想要秦浩轩进入 秦浩轩窥然不动 他凝目望去 只见林子深处 有一道金色的光芒漠然而起 宛如一轮要目的太阳 金光战战 锐彩千条 细细看去 秦浩轩才认出 那散发金光的是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古字 那古字飘飘渺渺 一笔一画都透露着悠长的仙韵 在金光的演应下 欲说害羞 只等他一探究竟 秦浩轩面色平静 身体一动未动 一双清澈黑亮的眼睛 只是默默地看着那一个古字 而那个古字也异常奇特 秦浩轩细细看过之后 他竟然自己凭空消失了 与他同时消失的 还有自己身体内那股共鸣之感 秦浩轩练眉思索了一会 然后他发现 不仅自己在机缘出现的瞬间没有动 长生天 南山公子 清红莲等人的身体 刚刚也有过明显的阵战 但是他们也全都没有动作 就在他们几人各自计较之时 远处的仙英灵中 突然绽放出一道七彩的华光 七彩华光冲天而起 仿佛一条无比巨大的七彩神龙 直冲天际 无边的祥云层层累积 万丈彩霞铺天而下 凤鸣龙啸 彩蝶偏飞 霞光之中 甚至有染上金色的稻花 一朵一朵 开遍苍穹 秦浩轩甚至看到了一道仙影隐藏其中 第1080张沙光天骄青红莲 轰 同时 慕容超背后灰色的仙树凭空而现 微微战动 与远方刚刚出现的仙影两相呼和 与此呼应 我的 我的仙缘 慕容超俊美的脸上显出激动的潮红 连话都要说不清楚了 只觉得巨大的狂喜刹那间将自己淹没 整个天地都消失了 慕容超的眼中只剩下不远处那声势壮烈铺天盖地的霞光 我的 我的 慕容超激动的叫着 这是他的机缘 比这些人所有人的机缘都要大 都要厉害 我要成功了 我要把这些所谓的天骄踩在脚下了 我要把秦浩轩狠狠地比下去了 那是仙影 是远古真仙留下的仙影 但凡我能够从中路的一二 说不定就能够凝出黄金道花 甚至成就无上前途 甚至 我甚至可能成就仙王 成为无仙时代第一个非仙之人 秦浩轩算什么 无上大教算什么 只要我能成仙 我就能够带着太初教举霞飞升 我就能够与徐与妹妹在一起 哼 秦浩轩 你也就这样了 到现在你都没有找到自己的机缘 可是我有了 日后 你就匍匐在我的脚下吧 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 慕容超多哆嗦嗦地记起自己的十天七星剑 运起要往前冲 却被秦浩轩一把按在了原地 你干什么 慕容超狂吼出声 恶狠狠地转头看着秦浩轩 面上的表情争鸣而独辣 你这是什么意思 拉住我做什么 你是嫉妒我有先缘吗 你是嫉妒我得到了这样大的机缘吗 听着慕容超发疯一样的狂吼 秦浩轩暗暗翻了个白眼 我没有嫉妒你 只是想要提醒你 你把眼睛擦亮一点 看清楚了 那到底是机缘 还是结束 秦浩轩曾经陷入心魔一年半的时间 对于一切的幻象都无比的熟悉 对这些东西 有一种本能的敏感 慕容超一下子冷了下来 他知道秦浩轩在这方面很厉害 但是看着原处那大片大片的霞锐之色 感受着自己体内纤束的阵战 他异常艰难地攥起了拳头 虽然秦浩轩现在还没有看出那些霞光有什么不妥 但是心中总觉得不对 这是一种直觉 而他进入修仙界这么多年 这种直觉 曾在数次生死危急关头救了他 秦浩轩现在无法肯定 那些冲天而起的华光到底是机缘还是结束 毕竟 这两者之间 也不过一线之隔 那到底是什么 秦浩轩眉目端然 眼眸深邃直直地看着森林深处 仙英灵中又接二连三地献出几道华光 越来越多的人面目狂热地冲了进去 也有人根本看不到自己的机缘 体内的仙术也未曾有过阵战共鸣 但是心中的欲望却越发的大了 这些人脸上献出狠毒 再也不管其他 仅跟那些能够看出自己机缘之人身后 他们想要抢抢 秦浩轩还在沉思之时 他身侧的长生天默然动了 如同一道流光 刹那间冲入了仙英灵中 慕容超双全紧握 他体内与身灵中仙影产生的机缘愈发强烈了起来 慕容超撇过头 狠狠地盯着秦浩轩 沉声道 你确定那是结束而不是我的仙缘 不能 秦浩轩缓缓摇了摇头 慕容超的眼睛一下子红了 双眸中线出害人的癫狂 他看着秦浩轩的眼神中甚至戴上了明显的恨意 既然你不能确定 那我就一定要去试一下 万一那真是我的仙缘呢 秦浩轩真心不想太多管慕容超 不知道为什么 随着修为日渐深厚 自己越发感觉着人身上有一种危险的感觉 结束机缘 二者相辅相成 修仙之路不想来如此吗 既然你执意要去 那我也不好再拦 秦浩轩看着慕容超 眼眸深沉 无论那是你的机缘还是结束 你都好自为之 进去之后 一定要小心 想了想 秦浩轩从乾坤代中取出了三枚千里钝形符 交给了慕容超 这三枚符转你拿好 遇到危险 可以凭借这符转逃脱 慕容超时天七星剑已经寄出 看着秦浩轩帝到自己身边的符转 眼眸沉了沉 情感在叫嚣着不要拿秦浩轩的东西 可是右手却还是伸了出去 紧紧地将那三枚符转拿在手心 我知道了 留下这么一句晦涩的话 慕容超整个人腾空而起 如同一道流光画过天际 窜入了仙音林深处 秦浩轩心下再次叹气 若非对方乃太初之人 自己真心不想管他半分 眼看着慕容超与长生天等人 接二连三的进入 整个大船之上的人已经走了七七八八 而秦浩轩却再也没有感受到 仙音林中有机缘的共鸣 万叫仙怡之外 很多人看着留在原地的秦浩轩 都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呵呵 一开始强有什么用 修仙界看的是谁能笑到最后 陪清真人瞥了一眼 站在光幕下的黄龙 阴阳怪气的开口 比如说这秦浩轩 早几年在万叫仙怡内多么嚣张 可是现在呢 几乎所有的天才弟子都有了自己的机缘 而他 呵呵 对啊对啊 陪清真人说得对 有人拍陪清真人的马屁 立刻见面道 我看啊 从仙英灵出来之后 秦浩轩一定会落后那些异流的天骄了 毕竟 仙英灵可是传闻曾有真仙存在过的 里面的机缘绝对不容小觑 秦浩轩不过一介弱种 能够走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只不过 不知道他能够在万叫仙怡中还能撑多久 哼 我看 他能不能活着走出来都是一个问题 赤恋子只是冷笑 眼前这群人哪个不是修炼路上的老精怪 他们能看不出秦浩轩的发展已然不是体内种子决定的了吗 黄龙面色平静如同深渊 只是一双眼睛直直地看着光雾 谁都看不透他在想什么 万叫仙怡内 秦浩轩完全没有被身边一个接一个消失的修饰影响 面色一派淡然 他想了想 问身边的青红莲 这一次你怎么带这么多人来 这完全不是你的风格啊 这些人离我听说可是有不少追杀过你 青红莲微微笑了 笑容中多了一种满满的霸气与自信 他如水的双眸冷冷地看着眼前巨大的森林 清柔地说道 因为开启这片仙音灵需要一百个强者 如果只是我们的话 人数根本不够 需要这些人来凑数 理由不只是这样吧 秦浩轩看着青红莲眼中显出的寒意 心中为惊 感觉数年不见 青红莲真的变了很多 什么都瞒不过你啊 青红莲笑得更加灿烂 他望着仙音灵的眼神多了一抹神采 因为我知道 我在这仙音灵中的仙缘非常大 比他们任何人都要大 他们虽然能够拿到仙缘 但是也无济于事 他们手中的仙缘不过暂且在他们手中罢了 最终都是我的 只要他们将仙缘带出 我就能杀人取暴了 青红莲说这话的时候 神态傲然 双眸光芒外设 一股仿若天然的霸气随着他的一字一句流露而出 杀光天骄 秦浩轩心头狂跳 很想劝一下对方 这般杀戮 下场会变得如同自己一般 恶名远扬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恶名而已 青红莲脸上带着冷傲的笑 心中却温暖的在想若是能同你一样 做对修仙界的恶夫妇 也是好的 我愿意陪你一起留下恶名 引号惊叹号 小刺猬一旁很是兴奋 这些年的万叫仙怡 看了太多太多杀人夺宝 为了成仙 大家都拼了 在此地 更多的是赤裸裸的丛领法则 谁的拳头大 谁的剑锋锐 谁的领法霸道 谁便代表道理 就在这时 青红莲的仙术骤然而动 相呼应的 原楚仙英灵身处一道 赤热如火的光滑冲天而起 仿佛火山喷发 大片大片的降云烟下遮住了大半的天空 突如其来 比之汪洋都要迅猛的霞光溢出 大船之上剩余的人全都被惊住了 青红莲面上神色依旧淡淡的 他转头看向秦浩轩 既然你到现在还没有仙缘出现 不如与我同去 一起娶我那份仙缘也可 到时我分你一半 秦浩轩微微笑了 没有丝毫犹豫的点了点头 好 青红莲刚刚伸出手想要去拉秦浩轩 一变涂生 到现在为止 其他人的仙缘都是直冲九霄 青红莲的仙缘却突然化作一道七彩的红桥 直直的从仙英灵深处划破天际 来到他的面前 我 青红莲作然一惊 猛的想去拉秦浩轩 可是一切都太快了 那道七彩虹桥瞬间没入他的身体 一道完全无法抵抗的大力袭来 刷 七彩虹桥只出现了一袭不到的时间 便消失于天地 与七彩虹桥一同消失的 还有青红仙子 秦浩轩面色微微惊讶 难难道 青红的仙缘果然够大 竟然有仙影前来 七彩虹桥消失的速度太快 虽然秦浩轩有心跟上 却还是没有动作 因为他心中清楚 纵然他的速度放眼 整个修仙界都很难有匹敌之人 却还是跟不上那七彩虹桥 好 好